我们只能往前看才能活多少年 后面对还是错 我觉得都是让我们能够去吸取经验 并且去充满感恩的 因为没有过去路上的对和错的累积 串联 也不会今天您坐在此刻 有可能变对的这样一次机会 感谢文太大哥 感谢贵宇姐 一遍遍的跟我联络 给我这样一个机会 也让我们能够来到上海 跟现场的伙伴们一同的学习和成长 哪个人在人生的路上 你相信都不可能去避免别人对你的影响 对吗 也就是说我们走到今天 注定是接受别人一次又一次 或者一个又一个人对我们的影响 而走到今天 从小的时候开始孤孤对地 然后开始医生 这个夫妻来到世间 然后我们就开始被影响了 是吧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你遇到的朋友 遇到的老板 你遇到的身边的这些路过的人 他们都会多多少少给你说过什么 也多多少少给你做过什么样的一种榜样 然后给过我们什么样的一种影响 然后让我们做出过什么样的选择 我们人生就走成了今天的样子 对 如果问今天的样子是哪里来的 怎么走出来的 那就一句话 你是被别人影响来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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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谁影响的 你现在都记不住 对 谁把你影响到今天 多少人把你影响到今天 哪句话把你影响到今天 其实都记不住了 对 我走进阿里里面呢 我听到台上的人分享 他们总会讲说 我叫什么名字 然后我以前是做什么的 是在这环境里 我听懂了哪句话 让我留在这个环境里 说句心里话 后来我也照着这个模板来讲 讲的时候啊 我突然就让自己陷入了思考 我到底是听懂哪句话留在这里 我想了十几年到现在 我没想起来 说实话影响是持续 对 真不见得是哪一句话 就好比今天您坐在台下 已经听台上几位老师 讲了那么多话 可是有首歌这样唱啊 叫做 一句话 一辈子 一声情 一杯酒 对吧 叫你一句话就会 一辈子 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 听了那么多的话 好像还是这辈子 还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真的未必见的是哪一 并于你在什么样的环境 你遇到了谁 你听谁讲了你犯什么样的话 你听进去 做出来 人生就改变了 所以我非常的感谢 我生命当中的贵人 就是刚才 曲新奇讲到的 赵阳大哥 他帮我带进这个环境 其实带进这个环境 最重要的是 我有了一个 去听一听跟别的环境 不一样化的机会 对 我有了一个接受 跟过去环境不一样的人 对我影响的可能 对 是吗 对 我就是在这种不断的影响 持续的影响当中 让一点点的挤走了 我脑海当中的某些东西 树立起来某一些 我过往没有的东西 就让我追求了过往 我没敢追求的一些东西 然后让自己走向一条 过去从来不想 可以走向一条路 去追寻的这些东西 对 那就是这样子 然后在那个环境当中 大概泡了有七八个月的时间 然后慢慢的才觉得 好像这个环境呢 还是可以给我帮助的 好像这个环境 还是可以让我改变的 最重要是这种改变 是我期待的那一种改变 对 说的直白点 你不管做得很好 有一样东西不变 就是希望自己未来过得 越来越好 对 是吗 是 所以刚刚在路上的时候 焦大哥我在聊天 我说 哎呀我有一个朋友啊 在上海工作了十多年了 其实呢 不必不努力 学识学历也不错 但是一个月也不会 就是万八千块钱的工资 然后我说 在上海 如果靠打工 一年赚个二三十万的工资 是不是不太容易 焦大哥说 这不太容易的一件事 然后接着焦大哥说了一句 让我觉着 没在上海 我挺幸福的一句话 他说 即便是你打工 做到一年几十万收入 又能买得起房子 所以我才发现 很多的行业 是会改变你的生活 层级 改变不了你的人生轨迹 对 对吗 对 所以生活层级就是 以前我是吃兰州拉面的 现在我可以吃 上海小红包了 是吧 生活层级变了 我以前到菜市场买的都是 十块钱一斤的死鱼 我现在可以买三十块一斤 活蹦乱跳的活鱼了 这叫生活层级变了 但是人生轨迹还没有 对不对 所以不容易 生活想改变真的不容易 不是一个听一句话就能改变 听一堂课就能改变的事 所以我说安利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改变命运 原因就是它提供了一个环境 它提供了一个持续让我们接受一样声音刺激的 并能够影响自己的这么一个可能性 对吗 对 你只花几万可以去参加某一个什么MBA呀 还是什么成功学呀这样的学习 但是那个声音想再刺激那就再花几万 对 对 如果持续刺激就实际花很多万 可能说如果我有持续的那些万我就不用去刺激了 对吗 接受刺激就是我没了多万 对 是吗 对 可是今天我们说这个环境多好 小小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什么 您的一个这个小费用 吃顿饭而已 就可以接受不断的接受只要你愿意 不断的接受能够改变我们的想法那些思想的对我们的影响 只要您觉得只要您认同一个人注定是要接受别人的影响 才走向今天 并可以走向未来 那么就在你生命的转折点 换一些影响你 对 换一些想法影响你 对 对吗 换一个环境影响你 这叫做智慧 对 所以刚刚我们看到我的主题 说给我的主题叫 叫这个什么 这个 智慧 什么什么 什么选 幸福一生的 选择智慧爱啊什么的 其实我自己真的对这个主题还是蛮有感受的 我觉得所谓的智慧是什么 就是让我 安静就一生成就一生 我们就是想希望让自己能够多把自己能够变得对任何的人事物我们判断力更精准一点 对 所以美国这个时代中刊杂志曾经写出这样一番话 他说在互联网时代最大的风险叫做观望 我从来不认为不认同这句话 管它是时代中刊还是人民日报 有道理的 我觉得放在哪 哪个街头小报贴在电线杆上的小广告 也行 真理放在哪里都不能埋没 是吧 我为什么不认同这句话 因为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 美国人没资格评论互联网的高低位见 能说这句话的只有咱国人 你到美国才发现 花一看它是刷卡不现金的 互联网在他们那儿实际上是落后于中国的 但我觉得在中国互联网时代 我讲中国我们得在我们这个国土上 在互联网时代最大的风险 不是观望而是宣传 对 真假机会变逼 真假人身边随时都会 真假声音不断的刺激 对 我们只要念神一迷茫 脑子一混乱 没准就去弄全剑 是吧 今天又熟悉一家 我们叫大哥告诉我们 叫仙地雷德 天师 天师 都有名啊 那就是姚明咱们做广告的 是吧 很多人姚明做广告 那他妈给钱 做广告这个明星们 都跟往期行业一样给钱就干 对对对 很多行业都是给钱就干 对对对 咱也不能这么这么样 无关的枪 因为对他们来讲 他没有判断力 这家企业好坏 对对对 是的 我们大连女族 终于以为这些年找到了一个亲妈了 把名字变成了全界女族 哇 在全中国的女族行业里面牛子要死 为什么 有钱啊 别的女族最发不下工资 全界女族大连女族 他说了一句话名不重要 重要的是钱现在谁发呀 这接下来我们靠钱来刺激大家 赢得比赛的这种手段 已经忽然倒塌了 我们现在就是该打打 钱财得差不了 完了回到家里自己都锁 我们躺着锁了心想 到哪儿要啊 我说找全界要啊 他说 不敢去啊 现在摘上就出事啊 我说那你摘了三年了 一直叫了一年 我说你们这个叫什么 叫做 注决为孽 是吧 这么多年了 要不是看你们各个足球队那么厉害 而且名字叫全界 他们有这么大的名气 骗那么多人 对 是吧 我是吃进去的 你就给我吐出来 所以你说你 人在这个时代 真的是 所有的要求 全打扮着 我给你花枝招展 在你眼前晃悠 没错吧 你说说谁有孙悟空的两下子 那晴光眼呢 能够变得 我们都是好人 善良的人 人人都是唐僧 您不觉得吗 咱是不是唐僧啊 咱都是唐僧 咱都是好人啊 咱都想干点正事啊 咱就想改变改变命运呢 咱就想多赚点钱呢 咱就想让孩子上个好学校啊 咱就想多买几套西装啊 咱没别的想法呀 咱怎么就一次次骗我呀 灰灰都上当 荡荡都不同 干嘛可我一个人弄啊 可一个阳神长薅毛啊 这就是这个时代 我只能说一句话 您没有判断力 那这两个字 我改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因为我说我这么好的人 怎么就上当 骗人 骗子不骗好人 你能骗骗子吗 你见过什么时候骗子去骗骗子 没有吧 骗子都是去骗好人 所以我们最起码 现在我们戏安理得 我们虽然被上当 被受骗 但是我们还是要自豪地告诉一声 我是 但是我们总不能 这个 没有 这个叫做什么 吃一百个豆 要知道豆腥味啊 所以这个时代 是我们应该 让自己增加判断力的时代 这个时代 让自己走出来去学习的时代 这个时代 让自己更增加眼见 和见识的时代 这个时代更让自己 拥有更多知识 来给自己做判断 增加一点正确率的时代 所以这个时代 应该感谢自己 走出来去学习 谢谢 安理不安理的这事啊 它不过就是万千行业当中的一行 而已 但是如果你有判断力 这行业都不要讲的有多好 你自己看的好 但是我们判断力没有 咱讲多少都没有价值 所以这个时代很有意思 因为我们脑子里面 那种单纯的想法 因为我们脑子里那种 特别想改变命运的这种意愿 就被很多人怎么样 就被很多机会瞄上了 然后以至于就造成 叫做什么 您跟他讲安理 他说是传销 您跟他讲传销 他说是鸡嘴 很奇怪啊 你想了多少年安理的人 他都过来干 忽然有一天 他特别兴奋的跟你讲 他更正在选择的那家传销 所以我们常常 我有时候特别的 就想不明白 我自己想我恨我自己 怎么这么多年影响不了他 竟然反过来 让别人几句话就影响了 回不通了他海洋 把我从水深火热之中 给拯救出去 来拯救我的人 都带着这个想法 为你觉得不公平 我说为啥为我公平啊 你这个这么付出 这么努力 这么压的能力 你要是不过载我们这儿 你都爆掉了 我说是脑子炸了吗 你爆了吗 脑子里边按炸弹了 然后我只能一笑了之 我曾经想着跟他匹配匹配 把他真正的一个正确的观念 只是放在里面 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 我最终只能说句话 人的命 他娘的天之地 来 谁能反驳我来跟我讲讲 来 就是天之地 就是天之地 你一点招都没有 是吧 你给现在他这儿毒药 你给他皮霜 他拼命的喝 这人到底怎么了这是 是啊 我有一大哥 躺在并踏上并入高峰 就是快走吧 然后我就看完他 看完他的时候 我们也只能说看一眼少一点了 因为很严重 后来他竟然醒着一口气 一直就回光反照的气 埋怨我 埋怨我 埋怨我什么 你做案例就完结了 我说十五年了 二年前 十五年 你把自己弄那么健康 咋把我弄成这样 我说大哥 我当时跟你讲多少次 你都是怎么回答我的 我懂 是吧 然后衣服撩起来了 小针头啪又扎进去了 一拔 接着喝 我这不是你平时这么干的吗 对 对吧 我抢你针头多少次 你给过我吗 还跟我说什么 你们就长那些 他妈没有用的 是吧 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这会儿你怨我 对吧 后悔呀 追悔莫及呀 我也是特别希望 能回到十九岁 回不去嘛 对不对 对 所以我现在别人 我们东北人 经常啊 朋友在一起 好像经常逗你玩 就没有什么逗你玩 哎 给我讲讲 咋吃饮了 我现在快死了 给我讲讲 听说吃骨有碎 还不上天啊 可以讲讲 可是我们从来没讲过 我们有特来这么治病 对 我们只是说 可以改善你的体质 对 然后呢 让你免疫力提升 对 然后自然而然 自己就能够比喻很多 病毒细菌啊 是不是这样的感染啊 对 是不是这么简单 对 很简单 但我们没有说去消灭吸菌病毒 我们只是培养体内的警察 对 对 我们培养好的生活习惯 我们又有一个好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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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睡眠习惯 运动习惯 对 我们有一个好的这个啊 这个均衡的营养保健品 就是培养咱们体内警察多点 对 抓坏蛋能力强点 对 对吧 对 可是你呢 永远把坏蛋往体内折 帮着坏蛋打警察 好了 现在又告诉我 没给你体内派 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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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海军哪一个没往那边拍啊 你给我停车位吗你 我跟你讲睡眠 你不行 我跟你讲运动 你不行 对吧 我跟你讲营养保健 你不行 我一军车一军车 物质送到你这儿来了 你他妈一个停车 我也不给我 我只有在拉回去拉 智慧 哪来智慧 听人劝吃饱饭 关键是听谁劝 是 我们今天一天的学习 我也不是说就是 我没有一个意愿说 能够希望大家 能够去做出人生这么 这么正确的选择或者怎么样 选择对的人 您就抽着乐着 没选择对的人 咱慢慢选 这事都是天命 这是实话 我实话上 后来我 我后来再跟那个 我对于我 我自己是搞健康的 出来 我现在我从来不讲健康 我也是 我也是 啊 有枪跳的人 好吗 对不对 对不对 你逗我了 你给我讲讲 我赶紧死了 赶紧死 赶紧 赶紧 对吧 没有这觉醒之前 打死我都不跟他讲 你要健康 对对对 因为讲的是我傻 我不知 对对 对对对 因为人家逗我玩 对对对 你看见没有 对对对 他们讲说那 那都病弄高慌了 你再跟他讲 他自己终于悟到健康 你再跟他讲啊 我说对 说那讲完咋整 我说讲完没有用了呗 他没有用去讲什么 我说他倒在那边他妈觉醒 是吧 这种智慧就算是没有了 别到那边 还没智慧 你对不对啊 对对 是阳间矮骗 阴间矮忽悠 你咋成那个 是吧 是 所以我们讲到这一点 那我自己也是 其实我 我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而就是过去呢 做什么事情 凭老壳 凭喜好 凭感觉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 是吧 但是你说我真的是凭理性 凭判断 凭分析 我还不具备 我还是不具备 我就觉得跟朋友在那一起 想干点什么 我是特别 我是特别容易 被别人忽悠的人 在走的安逆之前 我做了二十五个行业 过来的每个都给我点 跟我走 我说 正前行 去 去完之后 一看没正着 我说咋没正着呢 他说我也可以了 哈哈哈哈 你也可以了 反正也就算你骗我 接下来干啥 他说还有个好地方 我在哪 他说在另外一个地方 咱也没有正前 我就走 我这合着被一个人整过好几次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是因为啥呀 不就是咱想把质子过好点 对 哪一机会干嘛 对 那有人说有 那咱去看看呗 对 所以我走进那行业之前 我干了二十多行 哦 那就是为什么换那么多行呢 我说心想 如果一旦还有一行 那让我好 我也不换呗 对 能换那么多行就是我 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哈哈哈哈 就想过得好点 实际上 对 因为人人内心都有想过好的理由 对 没错吧 对 你能够一直有的那理由 是我们的夫妻 谁有那理由 谁是夫妻 就怕那理由都没了 我的理由就是 我疏通在很偏远的地方 叫非能江湖江湖 今天三十十十九 四十二十点录的歌 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好 我跟你讲好 名字越长地方越小 你觉得咱这就不是这样 中国少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吧 你哪里的 扫黑你 哈哈哈哈 扫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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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哪里的 好 所以 所以 哪里 对对 那个阿达 那个阿达 我生在那长得一分 但是我呢 特别不想活在那 特别想活在那 我觉得我 我世界那么大 我总想着能够去带着父母 啊 能够能够离开那个小天原的地方 啊 否则的话 人类相当于 飞在山窝里面的一个野兽 我们家是在大虾里面的山窝里面 啊 你就像山窝里面的野兽 不过你是能够说话 啊 能够能够做饭而已 除此以外 你跟山窝里面的生活 能够做饭 能够做饭 是不是这样子啊 是 所以我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我想过点人的日子 啊 高雅点 啊 生活能够有点情趣 能够有娱乐 能够有朋友 能够有成长 啊 能够有美好的期许 而在那里面一切 全都是 我们 我们老人挂在嘴上 哎呀 我这就是坐吃等死 所以我就不想那样嘛 然后我就离开家乡 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分到大连 那大连奋斗了几年的时间 我找不到可以让我家人 从山沟沟里面走出来的可能性 嗯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说你心里得有点东西 触动着你去做一些改变 不管什么话在耳朵里进去 从左耳朵进右耳朵冒 啊 根本留不下一点点的痕迹 是因为你身心里没有东西 可以让你听到某些话 引起共鸣 对吗 对 你没法引起共鸣 又怎么可能让你共振呢 又怎么能让你搭成共识 是改变的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怎么能引起共鸣 是内在有点东西 有点东西 我看到我每次听到我们 我们文涛大哥分享的 我都非常有共鸣 因为虽然我们走的路不一样 因为我是没有说 在之前也没有说 多么多的见识到海外到哪里 文涛大哥呢 只剩一人飘洋过海 到那边去开始床上 但是我们那些燃烧的东西是一样的 嗯 是不是啊 都希望 这些选择呢 给自己带来点什么不一样的东西 对 刚才我在车上还跟焦大哥讲了 哎呦 我们上海这地儿好 我觉得有一个职业比较容易在M2 就是脚踪 就是剪头 你做剪头师傅 比较容易在安理里做的钻石 是吧 你看这俩都是 所以如果你在安理里做了很多年还没成功 你先去开一个米发店 哈哈哈哈哈哈 走走焦大哥和我们饼干大哥的诡计 哈哈哈哈 然后您就相信他俩说的话 对 没走过的比如说 就是好没经历 然后又不相信 对 你说咋办呢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我就来到那年 我就我就是希望能够 就是这样一个想象 没有特别大的梦想 就是希望有一天 我我慢慢慢慢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 回头一看 我整个家族 因为我的存在日子都改 都改的不错 各位 为人儿女这样想 有没有道理 有 应该的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就是这样想 然后希望能够 那我爸爸妈妈没有关心 不仅是他自己 他更关心他那几个 我是我们家五个孩子 我是最小 他更关心我那几个姐姐啊 哥哥啊 甚至我姐姐的孩子啊 大家族 都在那个山沟沟里面 他特别关心说 你赶紧要干好 把咱一家人全都给弄不住 最简单的 最原始的一种想法 就像当天我们江大哥在上海角头 不也是最原始的想法 对 对嘛 然后我们在 我们在这个 这个苏北 我们来到上海 然后希望在这场当 干点名头出来 让父母 在村里提起咱俩 他不出来 拍拍胸脯也说 最高 村里最好的房子上是家的 是不是这种感觉啊 对 对吧 哎 反正我就是这样的想法 我们都是有这种想法才 才不一样 你看学琴姐刚才讲的时候更有意思 躺在地板上睡觉呢 啊 就是俩人就俩人都过得那样子的一个 当年啊 那么艰难的 呃 是吧 您得把里边那东西找到 对 跟我们讲 人跟你不管讲有道理的话 还是没道理的话 给你讲机会还是讲什么 如果里边没有那点儿癌症 讲什么你都是冷眼疼痪 对 是吧 我等着你等会儿你说啥 那就是快到了 一会儿马脚弄出来 该骗我 哈哈哈哈 我们两种人极端啊 一种是 说啥都是 行 我去 啊 一种人就说啥都是 不行 我去 对 是吧 所以这两种人 可能都要走进神的半路 嗯 啊 那我们今天最重要的 我说要提高一个什么智慧 嗯 我们太多的人 一直想着去找什么事做 但是我们太少的人 一直想着 我找个什么人去学 对 真正的智慧 就从这开始 动发出来 就你不要研究着我找了什么事去做 你应该先问自己 我找一个什么样的人去学 去追随 去跟随 对吗 是 接受他的 对我的 影 想 是不是一开场我就讲了 我们既然注定 谁也逃脱不了别人对我们的影响 而让我们走到今天 那咱们改变不了前面 咱们可以改变以后 我选择 我愿意接受什么人给我的影响 对 这才是这种要 所以当我走进这个环境的时候 我并没有说 我是首先来抉择安利的 我首先走进这个环境的时候 我是觉得 我愿意在这里面 听听他们的这些讲话 感受一下这个气氛 啊 然后呢 这种影响 我觉得会给我 这个叫做负能 给我充电 对 您比如说这一天下来 您至少坐在下面 你发现 这里讲的没有抱怨的话 对 这里讲的都是高能量正能量 对 这里鼓励的都是您要有梦想 对 这里帮您追求的是 让您实现你的人生愿景 对 是不是 您告诉我这些东西是会害人吗 不会 这到底接受谁的影响 您自然会有判断 对 对 当然了 我们说 这个 刚才我讲过说互联网时代 我说最大的风险是我们选择 你要想 你要想接受谁的影响 这就是你智慧的故事 我到底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人去接受这个影响 啊 老师 我们的老师 我在这个环境当中 他给我最重要的一个标准 让我这一辈子 让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活在愚钝当中 让我这一辈子虔诚都是光明的 因为我心知肚明 因为我 叫心灵眼亮 我不敢说有多少智慧 但是至少 我是一个让人生选择 不会走更多弯路的人 因为我找到了我老师嘴里讲过的这样的人 都已经想想知道什么样的人 值得您去接受他的影响了 想不想 那首先 我们说这个人叫做 要 第一个要拥有成功的事实 要拥有成功的事实 他必须要拥有成功的事实 如果这个人他自己没有成功的事实 却不断地点画 点播你干这个干那个 您听到干嘛 当个屁给放走得了 可能话有点粗 觉得糙 但是说句心里话 您发现 当我们做点啥事 在我们旁边 叽叽喳喳叽叽喳 影响我们的人 大多数还真都是 没查成绩的人 是吗 是 然后我们偏偏被他影响了 有吧 有 您要想接受谁的影响 您至少看看 他是不是一个被你羡慕的 他的成功 是你想去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条件 如果这条件都没有 您干嘛挺他 是吧 所以这是第一点 他有没有成功的事实 有没有他那个成功和成就 让你厌切 让你愿意追随 那第二点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成功的经验 我们都没有一句话叫 茶壶主角倒不出来 什么意思 你发现很多人 他自己把某件事干成了 第一呢 他自己没想 他自己觉得好像 好运好运 一强一强 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打成的 还有一点就是 他自己有成功的经验 他不愿意说 他不教 没错吧 上海饭店有的是 但是能把饭店开好的也不多吧 对 您找到那个开着特别火的饭店 您进去问 老板我想在你这边开个饭店 您怎么开着这么好 把经验告诉我 老板怎么说 回 回 回 两个字费劲 但是我觉得在东北 东北的老板说 我没关系做好 给你泡壶插锅 给你讲说 我来交易 想把每一道菜做好 每一道菜都要放 二两TB3000号的药 这是东北人的打发 然后他磕着巴掌 喝着茶水 看你饭店倒地 你到哪里去找 能够把自己 刷个婆婆穴里的经典拿出来 无私无我 的交给你 您说吧 就在安立这环境当中 我就觉得 我们这些成功的老师 就把那些未成功的人 就灌出一身谋 我们是交人家 我们还在对着比 小日子过的啥都不是的 你还在讲 那不如要挺 挺胸 是吧 还评判来评判去 其实你看看咱们的成功 不就是这点态度吗 对不对 就遇到有成功事实的人 遇到有成功经验 愿意教我们的人 怎么可能都有的时候 都没有去拿此态度 让他们都愿意教 而且是前两条 那有这两条的人 就能够把它当作 我要接受的影响吗 那可不一定 对吧 那不一定 第三点呢 这个人还要有 叫做健全的任何 就是你觉得他做人怎么样 他人格怎么样 我们就讲权限 咱们就讲权限 您看权限 这次的报告 问题出来的就是 全出在人上 对 咱先不讲去精英模式 我们不看他那个 对吧 咱看 咱看这个人上 咱们人 咱就看他的老板 苏总 苏玉辉 咱不是说抢导中人推 但是我们至少 出事以后才把很多猫腻 爆炸出来吧 清华大学毕业 我查了清华大学 一百多年历史 没有一个叫苏玉辉的人 他说以前他的潜名叫苏碧河 我们也查了 苏碧河这人也没有 连丑名的清华大学都找不到 那你用啥名 读的书啊 小名啊 二伙啊 各位 我们说健全人格 就这样的人格的人 愿意跟着走 我就不知道 这脑子被驴踢的几个 再讲 他们有四十几个 获得各个方面的奖章 挂在墙上 最后意思啊 其中一半 发奖单位都找不着在哪 比如说 上海企业家联谊会 给他办法的 中国十大民营企业 成功有奖杯 挂了 这么样挂奖 中国十大 后来一发 上海民营企业家协会 没有 那你说 干那些人 天天看着墙上贴的那些 自己不查看这些 发奖单位有没有吗 这脑子被驴又踢了 那是不是这样的 你说判断力和智慧 从哪里来 这些东西你都不去 不去 不去这个去落实一下 所以我们跟人家去讲 我们的环境讲的力 我们都会讲 都会告诉他 这个叫做 您要去关注出处 我们讲的每一个 什么获奖的 什么牌子 什么之类的 您都关注出处 看着到底有没有一个机构 这机构什么水平 对 比如说有一家世界非常知名的品牌 叫Pain & Sonic 你应该知道 它的净水器 它的净水器 有一个品牌的净水器 它的净水器 研究所论证 该净水器 对净化水 有一定的功能 就是他们 您再看看我们的认证 NSF 您去查查 NSF是什么 东港 什么水泉 研究所是什么鬼 我以为东莞一直只出另外那种人的 没想到还有出那种人 各位 您看到这个您就知道 您得看出处吧 这都不看 这脑瓜子就 就就就就就就就这么一发热就怎么这么低 是吧 所以你看看 这就这就是 一个能够把Pain 当做企业运营宗旨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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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一个文化 那您当真觉得 啊 它是值得您去托付的吗 这么简单 是吧 您都不需要看什么产品的产品的都不用讲了 上面那个词料鞋垫1200块钱 然后放在这个螺旋腿的时候垫在鞋底下 十点钟就直了 然后这个对吧 然后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女的这个有什么子宫不好的时候 直接把从鞋里抛出来 然后呢 就放放放在大鞋跟鞋就好了 男的前一线呢 直接垫在褲场里两天就好了 心脏不好的时候夹着感觉窩里面 一天下来精神气暴 不可能的直接拿一个人往脑子上一放 哈哈哈 但凡有点智商的人 您不觉得 这跟简直跟 啊 啊 玩笑一样吗 哈哈哈 可是 可是 那凭千上万的人涌进去 就认为 这句话打动了 连这样的话都能打动的人 您还要的干啥呀 哈哈哈 我老师我用个人去做那个的 我说为啥做的 他说他鞋调好 我说怎么好 他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个就这么脑子都已经乱成这样的人 他特别适合用鞋调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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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我讲的中央电视台报道 哈哈哈 这个我讲的都有出处 所以我们不在这个台上 这个拿到麦克风 我们是有责任的 我们讲的话是要有出处的 对吧 所以我们讲这个概念 你说这样的一个人品德行 您 考虑任何项目 您不用考虑 您考虑人就对了 对 是吧 很多人说老师啊 这个人给我介绍机给你看 我能干嘛 那如果我说这个事 那个人就赶紧跟我们去 我说我 没强大到全世界的行业 我都能帮你盘盘 但是我给你 原则 就跟你讲这事 这个人 你信你吗 对 就除了这事以外 您信他吗 对 平时 是否也不太好 那还怎么不撤 干啥呀 是不是 是 我认识一个朋友 做了十几个行业 就是这个这个各种笑话 你不是做这一讲 他也也做那一讲 做那一讲 还做那一讲 后来找到我另外一个大哥 我还挺担心的 问啥哥 那谁去找你了 找了 我说你就跟我说 我找个人 我说这点事我能判得出来 我说你怎么判得出来 我说你怎么判得出来 你跟他说啥 他说你这么多年 干了这么多好 没有一个干好 干什么呢 我怀疑你至少 那你做了 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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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自己智慧提升 多把我们判断力提升起来 对 要么不选 预选就重 这样行不行 对 这个才教训 才教训 对 对 我们就讲到这一讲 你看第三一讲 是老师讲的 叫做这个人要有健全的人格 对 你没有这种健全的人格 你没有这种健全的人格 他做的所有的事情 其实都是本着自己的私心私利的 对 你可能就成为那个 他自己 他自己那个陷阱里面天空的人 很简单啊 巴菲特也在讲 说我买了这么多年的股票 其实没有 到底我去怎么选股票 我不是选股票 我是选人 我看做这支股票操盘的那个人是谁 对吗 我看这家公司的董事长 是什么样的经营理念 对 我巴菲特 我哪有这个行业啊 我哪知道 那么 魔术水能有未来 还是葛乐可乐能有未来 我根本看不懂买这个 对吧 全世界人都知道 葛乐可乐不健康吧 对 对吧 是吧 可是谁又阻止他卖的那么好 对 对 做这个企业的人 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 这种经营的很大的理念 他可能在整个 咱俩讲他只买股票 他自然找一个能够 能够把经营理念放在长久经营这样想法 对不对 他一天看到那个老板 他就是这样想法 要把企业经营50年 经营80年 是吧 对 他有这样的一个思维 他就研究这个人的思维 研究这个人的德行 那你说 那我哪知道他怎么样 你 那更有意思了 你连他啥人里都不知道 哈哈 你就跟着弄嘛 哈哈 哈哈 是啊 不是 是啊 所以我今天就把这个秘密给给你了 你还说增加智慧怎么要增加 看准人就是有智慧 对 对吧 所以老师讲这样的文 算什么 算什么 不识祸 伴是福 不识人 义是福 因为不识人 您就是一辈子 就要让自己为自己的错误去买单 所以当我们能够去明白了这第三点 你会发现你就可能有清净了 而到最后 这个人可能就要灰焦 还有赶焦 肯焦 灰焦 还有赶焦 这两天我们看到我们的文化大哥 慧莹姐 陈老师 都在那个群里面 陈老师专门有一个忠诚群 有慧莹姐的操盘的一个群 你看 能够把忠诚这样的群都交给慧莹姐来管理 相信 这对夫妻在陈老师心目当中是什么样地位的人 对 对吧 您就知道了 那可是行业当中 No.1的人 No.1人的委托 把一个重要的事来交给他来做 这人人品 你还要考虑吗 是 是 我有时候也看不准人 我说我怎么能看准人头那个 因为他还好多 有点像黄金龙的过去历史 对吧 打一小就跑这儿来学徒 然后慢慢坐起来 那整个上海滩 风通水水 啥不知道 我说些话 有的时候我们东北人 我们就觉得好孩子们 跑上海滩走死了 对 但为什么我这么亲近 愿意的那些大哥们交往 因为很简单 我看不懂他们 假设我看不懂他们 我能信任老师就好了 对 那老师 老师相信谁 老师放肿交给谁 那我就信这个人就完了 对 你看您不会上当受骗了吗 对 对 是不是简单 所以您脑子里会发现 您脑子里有没有这么一个人 对 这是我今天给到您的概念 您脑子里有这么个人 您全方位的跟随他去学习 您全方位的愿意接受他的影响 您全方位的相信他所做出来的判断 和给予你的指导 那您的人生怎么会出错呢 对 对不对 对 所以今天是全界 未来 未来 你可能 走进全界的都是希望能够健全 对吧 最后都踩不进了 对吧 我们都 对 您每来您再有另外一家什么 咱们不知道 就这社会说句心理话 坑太多 对 没错吧 对 关键现在的坑都以什么的方向出现 现在的坑都是以最新名词的方向出现 对 对吧 他不会用过去的那个讲法 都给你讲的特别闪亮的名词 我们现在有个有个互联网 你已经互联网又怎么回事 不懂 全是全是比较名的 是吧 用3D打印技术 再开创一个达在XV的一个模式系统 是吧 是吧 最史上最高端的 啊 皮尔盖斯现在都在投资 你看你有没有办法 这全以这种词跟你说 你看五年前大家 四年前大家听说五年前啊 大家听说Winny上的词的时候 您不觉得太新鲜了吗 你跟一个人在一起 您干什么对方说 做微商的 您会怎么觉得 太高大伤了 对对对对 没有过了几天才发现 原来是这儿呢 哈哈哈哈 您不会等到新鲜的时候 才收回你的工资 您都是在自己迷茫的时候 就已经全盘杂入 对对对 就是这么个圈 做我多吗 我今天真的是特别可怕 尤其大上海啊 我们大上海人比我北方人都要精明多 都要见识过 但是你比我北方人天天多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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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我这说话有点有点难听哈 就是不是上海啊 人好 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什么人都想来分一杯羹嘛 对吧 对吧 对啊 最重要的就是 你都要占领大上海 就占领华东 占领华东 占领华东就占领中国 占领中国 占领中国就占领世界 哈哈哈哈 都全都笨人来了 对 你笨人来了 你笨人来了 对 对 你笨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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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有成功的试试 对吗 对 然后他也有成功的经验 对 他又肯教会教愿意教 最重要的是 他又有一个健康的人 对 对吗 这是我们老师讲的 遇到这种人 叫做抓紧紧 对 紧紧抓 所以我来到上海 我能看到的是 一直带着大家往前走的 我们前排的这些各自 你们视手感觉的地方 这都是我们经过多少年 风雨洗礼走过来的呀 对 那我认识文涛大哥 都已经超过15年的时间了 各位15年呐 您如果觉得我这人 不算智商特别差 那你就相信15年 我不会一错再错看错一个人 就证明15年我是对他们人格内力吸引 15年我是跟在他们身边 我是有安全感的 15年我也印证了老师 一如既往的相信他们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不找这样的人去 去去这个学习 不找这样的人去请教交往 去跟随您很少是那样的人 是不是 对 所以我为我为大家感到 这个荣耀的哈 就是我们那么多 我现场看那个老朋友 看到我们都有各自市场的伙伴 很多领导人都买熟的哈 虽然有点得见的叫做名字 但是但是我们都是过去多少年 都已经在一起 常常在一起 一看到您这么样子 紧紧坚持着 带您的大哥呀 去这些身边呀 教大哥身边啊 然后文昭大哥 文昭大哥什么 对一个身边呢 还包括细细节呀 各位我们能看到您这样愿意跟着他 说句心里话 您的未来早晚可期许 对 因为我们这些领导人背后 他也有 都有路的呀 对吧 对 我们也不是好搞的人 你就像这个 叫超凡三大不好搞 一个就是文昭大哥 一个在广州 另外一个就是我介绍人 但是你发现这几个人 现在那种思维 那种温温而哑 那种愿意付出 那种不远无悔 这种两内插刀 各位 说心里话 我们老师 我们老师会会有路 我们这路都是一样的 都有我们老师 那我们怎么就这么多年 就愿意跟老师 刚才我们教大哥在中间接我也是 那是陈老师祭老师 是他们愿意这个弯下身段来带着我们 我来挑三点四 是吧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愿意跟老师做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因为老师身上具有这四点 对 对 叫做有成功的 事实 有成功的 训练 有 这是现实的人格 肯交互交 肯交 改交 愿意交 是不是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讲到这一切的时候 当然我们这边 上海的伙伴们还是更有福气的 然后我们老师不但过来教我们 还把我们的这个定语哥哥 是吧 能够去 长来长往 到上海 又把我们超还的 国内的总部有设在这边 你想想看 我们都是分舵下面的分堂下面的分村 你们是总堂 总舵 难怪上海 上海 厉害了 上海他们 对吧 你看看 所以各位 您在成功路上 您遇到这样的一个机会 是有的 当然我就是讲我们这个环境 那我也讲我们自己想想 那这些领导人命运的改变 那时候我们十几年在这环境当中 我们两耳部门窗外 一心只足胜线 但是我们就是 选择这件事 我们从来不受外面干扰 是因为我们有判断力了 对吧 你会发现 人生最大的这个弯路 就是走着走着就换 走着走着又换 走着走着还得换 那就是因为我选错了 对吧 所以今天先别谈机会 今天您来到现场 我不知道有没有多少 是第一次来的环境的人 有吗 有 如果您是第一次来的 您这一天下来别判断机会 您到底看历史能不能干 这个随缘 随缘 您只判断一件事 台上您现场的这几个人 您来看看这些人怎么样 对 好 您来看看这些人怎么样 靠不靠 他们的话讲的有没有利益 是不是正能量 有没有教大家去外面写道 有没有 有一种 这个 让您觉得好像是 好像是很有谋略 或者是怎么样的 套路 如何如何 如果您这些全判断完 这些人都还不错 可能有的人就是讲话呀 当然不随你心而已 比如说我 东北过来的 有时候口无遮拦 不像上海滩 我们这几个人都那么优雅 其实我看到文特大哥以后 我也发现也没法优雅 我讲的不是说的粗语 不是那意思 而是比北方人还好看 还幽默 对吧 那代理那根大哥 你看也是 像东北话来讲 就是嘚 我心目当中优雅的偶像 就是我们教大哥 真是比较优雅的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是不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这些领导人 这是人家领导人的 领导特色不一样 性格不一样 讲话方式不一样 但是您看那根心呢 对 对吧 您看那根发心呢 每次看到文特大哥 外边数九环天 到我们东北 零下三十度去讲 我手来了 拿个扇子在台上 他只要是 他只要是一发力 他就说 很准确 对 哪些都不两天拿扇子 我就学会发现 这两个我不用听了 他不使劲 是吧 话说的不怂景仰掌 对 随便你把这些东西看фф 他是 然后 他仅仅仅仅抓 仅仅跟随着这些电告人 然后让他们 接受这些电告人 给我们的影响 反正还是这句话 人这辈子 注定是要接受别人的影响 才算是要到今天 如果对今天你很满意 就是这句话 请你继续接受这么多年 持续给你影响 如果你对今天不满意 请你坏一批人去影响 是吧 坏人刚才答案也告诉你了 你说这就是我们 我看到 贵英姐给我这主题 我觉得你好棒 因为在这种状况下 其实人生就是少走弯路 你才能够这么充满效力 你怎么样少走弯路 是不是多点值 跟对人做对事 说对话存对心 这么你才能投幸福医生 对不对 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去能够去 装进脑子里面的东西 装进脑子以后 再有谁给你说这个机会 再有人说有这么个事 再有人说你跟我怎么怎么地 您就先别干 别的先评论评论之人 如果对这人看不懂 那就更要让自己小心 是还不是 这个人我都觉得蛮好的 口味也挺好 那他的事就一定对吧 你还得看看这个人背后的人 对 我们就像当年赵阳大哥 说他的介绍人 赵阳大哥介绍赵阳大哥来的 是赵阳大哥的同宿舍的 做案例的 然后叫三哥三哥的 然后呢三哥就跟赵阳说了一句话 说那个 我们一起做案例 赵阳大哥 你被骗了 他就说三个 那赵阳大哥说不能 为啥不能 你就是被骗了 不能 为啥不能 我介绍我来的是我妈 介绍三哥来的是我妈 然后介绍赵阳老师一个话 你你妈不能骗你 但是你妈被骗了 这我们有连带受骗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不仅仅要了解这个人 请您再了解 这个人背后的 对 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 其实跟人家去想一个 网络视野或者推销 并不难了 因为这样的机会 大家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这是一个 我们我们普通人可以改变的机会 是吧 网络视野很多的老板 华丽转身 也特别希望记录 这种团队营销 网络营销的事 但是我们怎么判断 哪个事也能做 您就要看这些 这些人到底值得理系 这个背后的团队 值不值得理系 他们传递什么 他们传播什么 也来考证 对吧 第三点 那些产品值得理系 这产品如果说的 简直是天花烂坠了 已经烂坠到 这个世界上 什么都不需要了 只需要一副鞋垫 那您不跑 您还干嘛呢 对 是还不是啊 所以我们这几个信任 都是你要去考证的 所以智慧就来自于这些了 你一个项目来到身边 到底能不能干 这地方不是你重点考虑的吗 对 对不对啊 对 您去考虑这些 你看我先不是说机会给你再看看 我今天上台讲了这么多 是想先告诉你 先屏蔽自己 有一颗不要上当的可能 对 这个时代 您就有了 这个效率了 因为在错误的路上走 停止就是进步 对 对吧 在错误的这种 思路纹断的状况之下 这种大江湖 尤其是接下来各种各样的新名词啊 我告诉你成熟不熟 不瞒您讲 您一年不出山 您再跟一些90后00后落车 随便扔几个词 你都不知道啥意思 是吧 是 那天我儿子说 爸 我们学校那谁就是尖贴装死 我说尖贴装死 我说这什么意思 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你怕 你必 我说儿子你给我讲讲尖贴装死 怎么回事 尖贴装死就是 人生本艰难 万事莫拆穿 你若再装逼 我就弄死你 叫尖贴装死 我说就这词 他把孔子从坟里爬上来说 我还想回去 谁能听懂啊 社会就这么变 对吧 最重要的是 这种变化 没人可以训在 咱们只能思考 没事 找个手机扒了 我得训点东西 这你学他不如不学 是不是乱 对吗 所以我们今天前面讲的这些 就是告诉大家 该怎么样去 在人身上去投资 对吗 投资一个值得追随的人 投资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投资一个值得你去敬重 值得你去学习的人 然后让自己能够增加你的智慧 对吗 然后寄儿透过这个人 去看他背后的一群人 看他背后的团队 对 所以把这些东西 全部搞明白了 你相信 今天在人身的路上 走的就比较正 对 是吗 对 然后你想做创业 你想做生意 您再看第三点条件 就是他们做的产品怎么样 对 如果你不想做生意 你不想交往一群人 这两条件 就是您要跟谁的人 跟什么团队在一起 故意类聚类聚 如果想干点事 再看看他们干的是啥事 卖的是啥产品 去年前年我们在东北 特别盛行一款产品叫啥茶 上海边也没有人干 有 有 就是干啥 首先拿起饭 买过自己开了个茶馆 去 我就忽然发现 我身边好几个朋友跟我讲说 到我这喝茶呀 我惊心想 他妈啥时候变得这么高雅 哈哈哈哈 平时都是喝老饱茶的人 老饱茶的话 就是我们那个东北 就是工厂 每年就是帮鼠 我就发一斤 老饱 一斤茶叶就是两块五那种 就跟树叶子 跟树根 那叫老饱 就那种人 啥时候开始学会高雅了 我看了个茶室 还有茶台 我就去看看吧 那家家喝的都是某一个品牌的黑茶 最近这台子火吗 我也算是时尚 时尚界的一个 啊 这种时尚我没跟上啊 我这问问什么事啊 这个这个喝的还行吗 我说这行吗 什么事 你说我留的还行呢吗 你不想干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怎么干 你要是 干啥呢 不得投几十万十万万 我说可以 如果三万五万你觉得能干啥 我说干不了啥 那还不是三二五万 不得一次 你看他给你讲的概念 不得一次 不得一次 我说不得输了 不得输了 你连这边勇气都得有 你这边想改变命运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跟人家讲的是 千万别买货呀 嗯 你但不懂产品之前千万别买呀 我拿两万多买点二产品 那可不行啊 能用牙膏定有牙膏 能用过路又用一路 你觉得一样 如果你想保健产品就保健保健 我们是不是这样讲 人家怎么讲的 三万五万都没有 你能干啥 哈哈哈哈 我说如果全陪你去了 陪你去买个经验嘛 哈哈哈哈哈哈 别人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从来没见过 骗人都这么理直气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说你等会儿 我等会儿我捋一捋 我捋一捋 哈哈哈哈 我捋一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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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明白了 你去干嘛 我去干嘛 我说不管三万五万 这不是 这不是 博士啊 你博士也是找人 找一个人他套三万 就这么知道 这事啊明显就是传销 咱都不用想 这个我现在不讲 我这里面是茶 我茶有 我都在东北 我纵观了一下 老子喝茶二多年了 整个预设的茶友都聊聊不及 就分少 我说你 我说你 我说你那是 我这茶有分六种 青茶绿茶 黑茶黄茶白茶 对吧 对 人和黑茶的人 都娘的少 哈哈哈哈 我每次来上海 我们看到 我们 我们 文章大哥 他喝的都是放着茶的 你一看就龙井了 对 是不是这个 对 你得喝这个呀 对 我还在整一大块黑五屋的东西 哈哈哈 我一看他举杯 我就说你喝醬油呢 大哥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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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哈哈哈 你说在上海 是不是 是不是两个 东北喝茶的排就不多 嗯 能装的更少 哈哈哈 哈哈哈 都是弄个茶架 拿来撒一片 放你那光弄弄弄一样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说做生意搞清楚 非常重要 商业模式 加上产品 对 你产品经纹 非常 非常有气象 对 哎 人是不容易讲 哈哈哈 我说 干了这么长时间怎么不容易讲呢 妈的 别喝茶的人喝一口都说 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喝完茶都说 那味不争 哈哈哈 你们 我就这么玩 你们脑子 你说这脑子 我就从头到尾跟你讲 这脑子得被踢起 哈哈哈 是不是这样子 好的 你说这些 怎么才能不上大会 你心里没有 有一个敬畏的人 哈哈哈 你心里如果有一个感觉的人 敬畏的人 反事关于他 对 不就解了吗 对 文大大哥你说你怎么看他被他 文大大哥想上了一头 啪啪山岚下 你的被他讲话就没了 哈哈哈 这不需要多 是不是感觉啊 对 后来你心里没人问呢 对 别人一忽悠就往那里抬一跳 三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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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万一年可以了 三万这几万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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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万一年能挣三万三百多万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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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能给我找一个 三万投进去一年能挣三百多万的行业 你来告诉我来 然后他还说 三百多万是少 哈哈哈 哈哈哈 一般都是一千零八十万 哈哈哈 三万投进去年底能挣一千零八十万 大哥你告诉我 我他妈直接找李嘉诚图斯 哈哈哈 哈哈哈 还有你一个个的三万三万去找人家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跟毛思聪是哥们 叫这个王店里的儿子 没事跟我在你说 咔 这些年这个做生意不好剩 咱们一年能挣个百分之四的利润就不错了 哈哈哈 去年他一年干了一年 滑了一下利润百分之四 你这是百分之三万 啊百分之 你瞅瞅 哈哈哈 三万啊一千万 三百 三百 我说你百分之三百的项目 你还用满世界找人 费不进 我直接给你找完店 哈哈 哈哈哈 他在一年挣奋 正位一年能挣百分之二十二多 你都已经干到百分之三百了 哈哈哈 那是谁啊你得 哈哈 反正他们还有办法 我说你问问 就这个项目还一个个人 百分之三百的利润 百分之三千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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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三千的利润找谁找不着啊 是不是这样子啊 然后他也说实话 我们不是 我们专门给穷人提供机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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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是秘密 我们是太子党在上的操盆 我们一般都不告诉那些有钱人 哈哈 哈哈 我只能说一句话 你做过什么 做生意的人不着有钱人做生意 你还说 你们太感谢你了啊 我说你借傻慢点啊 哈哈 哈哈 你说这智慧在哪啊 哈哈 啊 特别说今天我给您的就是 您别智慧增加智慧 这玩意儿不太好整 哈哈 你还是找个人问问吧 哈哈 对 我心里有这样的人 这么多年 我就从来不智慧 对吧 对对 有什么事儿我就 啊 哎呦 有这样的一个 值得我去跟随和静慧的 随便问问他 人家把他的见识给你讲讲 人家把他 最后一变成 我自己具有见识 是的 我就不用一问人了 我也开始不会为别人做知道了 人家家庭都变得不一样 对对对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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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前期前期我们 我们我们 我们拍这些里面 都这么做 啊真的非常的感谢 那最后呢我用一点时间 我要跟各位讲 那我们说今天我们 我们是 啊怎么去让自己 我前面讲的那一段是 让自己怎么增加一点赤穷 让人生是一种关键 让人生 好不容易 攒得一点货盒钱 别谁骗都给谁 对 我这样讲明白吗 对 至少是让自己有一点安全感 对啊 同时可能很多人 那我没钱他说 人家投资那个不需要钱 你不需要钱 能投资你的 一个 一个需要人格 一个人品 是吧 啊您投资进去这个人品 啊您说我不会骗你的 我怎么能骗你 啊万一有一天 像全建一样崩塌 嗯也怎么几年十日 对 家大哥干了 一直天天来找我 现在我就跟家大哥 家大哥这年 我啥不办卡 家大哥说我们的卡都对 所以 那你这么多年 你一直说你不会骗我 那如果我做了 你说今天怎么收场 你怎么收场 是 从现在开始 做浅见 看到他身边 天天沟通那些人 甚至外国产品的人 他们看到他们 你都不过来走 嗯 人都变成这样一种 你觉得这人生有 有劲没劲呢 是吧 是 这不都是您资格选 选的路吗 对 你怎么好意思 我借你过 我卖了一堆鞋链给桂英姐 嗯 就能接 就是想干堆 那我还找到好意思 再见桂英姐啊 对 万一桂英姐 手手手手一鞋链 又水在 马上在找我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再给哥家还一框呢 哈哈哈哈 你说我还能够活不能吗 选件事儿 挣点钱 做点码码 都可以理解 最后人格人品没了 就是过街老鼠一样 走出门都在戴口罩 哈哈 你以为你是汪蜂吗 哈哈哈哈 还是这样子一样 对 先生 各位咱不要让自己 人生变成那样 对 好不好 好 君子爱财 君子爱财 到底在哪里 接下来给大家 好 请一下 谢谢 谢谢 我明白了 咱们这一漏就简 哈哈哈哈 咱们这一漏就简 啊 这个前面的灯是我的灯 前面 前面的灯 嗯 就是大家看了我一个老实了 意思就是有点疲劳 哈哈哈哈 这灯好像不在这 啊在这 这可以看清吗 可以 可以吗 可以 我们一起来聊聊 关于啊 新风口 新安逸的事儿 啊 嗯 风口这两个词 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啊 对 前两年听的最多的风口的 这句话就是 猪 站在风口中间 都能上天 对 就是这句话特别接 对 就是猪站在互联网的风口 都能上 飞向天空 但是我特别想听这句话 这句话是克强总理 转速 转速出来 那我也特别想问问 说这句话的人 那万一风要停呢 哈哈哈哈 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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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代表应该老师这个样子说 那猪最好落到我们家院子 哈哈哈哈 好嘞 宰着包脚的水 哈哈哈哈 我们讲到这个概念 就是风口 这些年我们不需要去解释 在不同的创业年代 不同的啊 这个这个 这个背景 大的 这个历史背景 红崩背景之下 您 如果选择创业 它的创业的机会和风口是不一样的 二十多年前 三十年前 改革开放 刚开始的三十年前 我们东北干的一件事就是 捣买斗 捣卖 你只要从南方 背大包 扛东西 从上海 扛 扛 从上海弄小电视机 弄个什么风扇机 自行车 回到东北 您一年倒准几回 您就是外游 那就是那个年代的风口 嗯 对吧 如果那个年代是这个风口 您却 据这个屁股啊 面朝黄祖队朝天的 你显然 你是赚不到钱 对吧 但是那个风口 现在是早没了吗 对 你在互联网时代 整个一个平台 电商平台的状况之下 讯息都是 都是 好大 对 资讯都是共通的 对 您怎么可能还是唐大包呢 对 好了 后来呢 我们想股票啊 新货呀 这是不是又成为了一个风口 对 可是在风口来临的时候 谁敢进去 谁又能看懂 但是一定有人 稀里糊涂进去吧 对吧 对 那个风口 我相信那个时候的人赶上了 尤其在上海 你看电影 潘红演的电影 是不是 都演的就是股票 这个事 这不需要量太多 那个几个年代 我们只要 你看把握住风口的人 都不需要至少 嗯 关系吗 把握住风口的人 只需要大量 对 您就可以不一样 可是那个 那个词就是在过去了 您说您是在华尔街 学过股票回来的 你来炒炒中国股票去 哈哈哈 不是 你华尔街回来的 那炒不过咱们虹口 哈哈 红桥 红桥正范营业部 是吧 嗯 你 你这个风口过去了 你 你就玩不算了 好了我们开始 后来就 黄美产的风口来了 这个风口 实际的时间9点 大概有10年8年 但是现在上海的房价 您还敢入手 对 真不敢入手 嗯 他说我住的街 郑大哥给我介绍 今天那个郑大哥接 我们整个那一圈 那房价 不得个一二十瓶 十万一瓶房价 对吧 对吧 你现在这个时候 入手呢 所以我应该叫大陆讲 我说哎呀 真是在上海 你要说二十年前 说心里话 创业就是亏损 买房就是创业 对 对 帅不是 对 闭眼睛买 是的 猪圈都可以买 对 那现在呢 是不是这风口又过去了 对 然后呢 前七八年 我们说终于出来个人 这个人的 长得挺帅 名字叫马爸爸 马里巴巴终于让中国知道了 什么叫网后 终于知道了点赛做生意了 对吧 有 就是当那个 当那个那个电商品 才做生意了 前期你发现了 在淘宝开店的 在天猫上开店 甚至在京东上面开 京东小店 多年以来的累积 已经有了一些粉丝和顾客 甚至有一些超级顾客 不断的去消费 他们年年都可以有很好的收益 对 但是淘宝上八百多万的商家 真正赚钱的不超过 就月收入超过两千块钱的商家 不超过三千万 你现在看八百万商家 月收入超过两千以上的 都超过三十万家 您能看到说这个人在淘宝上 一年挣了几个亿 八百万之几 对吧 这个凤毛铃鸟 您我是赶不上 对吧 这个风口是不是 这些年又开始走向 对 这些风口 你还在走 对 走 好 我们看看 看看这个人 你就知道我说的一句话 这个人 这个人叫黄瑞铭 大润发的前老板 应该说 他开创大润发十九年 从来没有 就是从来就没有 关店的这样的情况 因此是很了不起的人 但是今年的年终的时候 他把整个企业四十几个亿 全部打包卖给了马云 28万 28万 上海有大润发的 有 周边吧 有 对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概念是什么 是因为马云遇到了心境 你说 马云好好在线上待会儿的 他把线下来对了啥 原因就是 电商那个风口 现在出事了 怎么着出事了 因为 马云从去年提出来 他要构建新领寿 有没有两个事 他开始在线下去买什么 大润发呀 在线下建无人店铺 在线下建那个河马生仙 等等那些东西 因为他会发现仅仅是线上 这样的一个电商态势 是不足以能够支撑的 原因就是 数据 八百万个商家 只有三十万挣钱 请问那七百多万家 还能坚持 当更多人家不坚持的时候 淘宝商纷纷撤摊是必然的事 您能够开电商 让王健林 万达 没有人去租商户 您就要 能想象有一天 别人也不租你马云的商户 你的阿里巴巴不就相当于万达广场吗 对 对不对啊 只不过人家是在线下租万达广场的商户 现在是到线上租你马云的商户 对 但是在商户天前 守着电脑房 连成咳嗽都没有 你又赚不到钱 各位 谁还是现在守着电商 对 原因到底在哪里 他懂 就是因为 传统电商增长大利 因为引流成本 越来越好 对 什么叫引流成本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词应该不陌生 就是我在线上八百多万的商家 那些没赚钱的商家 说心里话 你不能说他的产品不好 但重要就是他好产品但有人能知道 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对 都网购过吧 对 有没有网购过 有 网购过请问 您打开淘宝去买东西的时候 您的手指都能翻到第几页 第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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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页5个商家 五6个商家 您能翻到十页 几� eleven 几 수박 560个吧 做回 dial 去年开始等着上来做女装 他是服装设计的 小众 很牛逼 价慾做的 设计的真的很漂亮 上几页 今年一年 观众那基 原因是什么 我没干过才之后 一上去干才发现 inkles 卖女装的好几十万家 好几十万家 谁能找到他 teaspoon 因为排名在前面的都是这些年那个地图来的 人家一点女装都在前面呢 她排在地30万家以后 您说你不吃不吃的手指头翻到哪一天都翻到的 在上面开了一年没人登陆 这叫印流成本 好了双十一大家都知道吧 那双十一你发现没有 前年双十一马云搞了30多个各个大使 世界驻华大使 因为他要做全球购 然后到马云总部12年一开始的时候 就看那个数据跳 一个小时就买了就100个亿就数据了多少亿了 你看今年双十一还有多亿 今年双十一好像无声无息过去 各位是爱的 因为增长力真的下降了 因为大家终于证明白了 一年也没人到我店去溜着溜着 双十一就有人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啊 对 所以商家们不感兴趣了 对 商家们不大力宣传了 那买家呢 自然而然也不会被挑逗吧 对 所以原因就在于印流成本 这电商最大的问题就是电流成本 就是我虽然卖这东西特别好 我在淘宝上的京东呢 在这上面开店 关键谁能找着我 对 想找着你很简单 你要花钱买流量 对 你要花钱银粉丝 对吧 对 你要花钱国家排名 对 我在浸江以哥们做鞋 今年双十一 为了国家排名投入了两百万 给他排到了第二页 就是 一翻 你就翻到他了 第二页 我说两百万就为了一个双十一 对 提前一个礼拜 就开始把他排到第二页了 大家又开始往户户车上 一直到双十一那一天 我也没敢打了 到12号我问 怎么样 要关了 对 营业额还没达到两百万 对 对 那个排名花了两百万 嗯 营业额没达到 就算营业额全他娘子的利润 他也没收回来 对对 商家都是要砍头的买完给人做 那有人做 没本买完给人看 对 那明年谁还去排名呢 对 对 那么这个平台就越来越 像我们 听懂没 对 谁要现在在中央店来 像过去说花三个亿 呃 完了在在春节联合晚会 那天晚上敲不住 过去不都是干这事吗 对 那叫什么叫 叫标网 现在谁还 谁还用 那这是标吗 我每话标就是傻的 所以时代就是这么在不断的这种变化 好 因此电商现在遇到了平均 嗯 那电商遇到平均 引流成本低 然后就会诞生了另外一样 就电商风口 各位 您现在如果说 我要创业 到哪创 我在电商平台开个什么什么 门面弄了什么东西 我只能一笑了之 您这资讯是十年前的吗 对 嗯 嗯 您过时 是您过后 明白吗 那这些年怎么回事啊 因为引流的问题 对对对对 没人能知道你 你这店在哪里 你东西在好 那皇帝女儿嫁不出去 对 听懂吗 对 然后就另外一个机会走后 嗯 就在四年前 五年前在这里 来走 那个奉承就是这个老哥 认识他吗 叫什么 非常有名 没有人知道是这个 哈哈哈哈 他的名字叫武斌 武术的武 和武斌 武斌 这个人 这个必然是被历史记载的人 嗯 这人了不起 怎么了不起呢 他卖的一款产品叫 翘石碎面膜 翘石碎面膜 这有人好像听说过 啊 他是怎么回事呢 他是搞科研的 科研了十年 研发出来了一个 这个一个系列的美容品 其中有一款就是翘石碎面膜 嗯 那这翘石碎面膜 研发出来之后 他就采取了传统电商的方式 和线下的电面 结合的方式 在北京的那个银座网厂 租了自己的店面 然后在线上也开了自己的 什么淘宝店的什么店的 线上线下一结合 就等着收钱就 嗯 做法人的人全忘了啊 或者说都不知道 苏格兰人有一句谚语 苏格兰人讲的话 这个谚语怎么讲的 叫做 在鸡蛋还没有浮成小鸡之前 你不要数 你有几只鸡 哈哈哈哈 对吧 对 他就开始数了 线上每天卖一百个 哈哈哈哈 现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两个月过去了 每个月只卖五六箱子 嗯 连人员工资都不够 连房租地就出来 他在这个状况之下就 啊就 蒙蒙蒙掉了 就是谁能来我店里 就没人来嘛 对 即便来的人一问 什么牌子啊 翘二十岁 不知道 哈哈哈 没听过 嗯 什么牌子 雅诗兰带 嗯 那我看看 是不是亮着啊 对 对 那这一情没有名的又走了 就是他在这困扰的过程当中 产品不是要过期吗 嗯 于其过期是要送给朋友用正好 对 他就把这产品送给身在一堆人 啊这些人用用就用呗 过了几天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 哎 哎吴总 来 这个给我弄个几下 我帮你卖卖 嗯 我可 你这一个人都比我一个月都在广场 您总广场卖得高 你怎么卖的 我朋友圈 朋友圈怎么卖的 都我这不就是 各位四年前五年前朋友圈上诞生的 对 有一种刷屏狂鼓 有这种自拍狂鼓 色链狂鼓 如果你不知道自拍自链狂鼓是什么样的 请你关注我介绍你赵安大哥的 没心 如果你没有机会关注的 你让文涛大哥打开你看 他一天自拍几次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老大哈 哈哈哈哈 我跟我与老大个招呼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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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原谅我一下 对 你是不是有无衣又不像在这玩意 哈哈哈哈 这世界小小人掐头去尾的把中间那句话传给他 哈哈哈哈哈 嗯 哎 哎 我我带领根这样的话 他要听说了可怎么办 哎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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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明东从来没说这话 是带领根说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然后呢 这个 这个面膜出去 他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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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我自拍 我没事干 我就我就发 我就觉得就搞拍 看我做面膜正好的 我心里就写这文啊 就有人说你用这个好吗 好啊 你来谢谢 他买的 我朋友干这个的呀 你帮我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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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根 对吧 对吧 每个人是个圈里都有那么几百 几千人 对 啊 如果别人再一转发 是不是就链接出去了 对 所以这个不需要成本 但是淘宝上面开个店没人知道 嗯 问题在这儿呢 对不对 对 他看到这一点 他就开发出来了他的一个 美少模式 起根本就叫美少 哦 各位想想知道了 啊 美少就这么单身的 用了十个月的时间 十个月的时间 他的商品 他的商品 从一个月五千块钱 卖到了 十个一瓶 哇 所以就开始有特别多的商家 都效仿他的经历模式 啊 搬到了微信上 嗯 微商谢谢他 连黑茶都去了 你知道吗 哈哈 鑽头发 瓦片子呀 买股的 裤衩子 袜子 全上来了 哈哈 没有人研究产品 人 所有人的研究模式 嗯 就是大家就是什么 一级代理商 你看他是他的 他的 那个那个那个这个样子 呃 翘十岁 他的一级代理商呢 有十几个啊 一级代理商的条件就是五百万 嗯 放他的经过 那你有几十万的人怎么办呢 也从一级的经过 叫二级代理商 那只有几万块钱 几千块钱的班 你要从三 二级代理商 你就变成三级代理商 中 我们中国人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 啊 最高检察院规定 嗯 啊 这种代理制 只允许三级 嗯 超过三级 人数超过三十人 就得确定为 诈骗 哦 哦 所以今天有人跟你说微商 你不妨了解一下 嗯 如果他跟你讲的是 到三级就结束了 那还算是一个合法的理商 嗯 如果三级以后 他还允许你 不断的拓展和招人 您就可以 举报了 哇 有重计奖赏 哇 哈哈哈 好了 咱们不讲不合法的了哈 不合法的也不合 这话就算是合法的理商 三级分销有意思吗 那也有意思 我9月给你签 我是麦片中的 他是我的一级 嗯 他是他的二级 嗯 到了京都大哥那时候的三级 嗯 可是现在出了个新级 诶是个人才 我不是他大哥 我要跟你干 不是大哥这么说 会给了那一半 你是四级的 哈哈哈 你会发现 三级经销上 只有一个权利 就是 是重来 嗯 嗯 他不能再发展 哇 这样讲明白了吗 嗯 这就是正规微商的做法 嗯 这种正规微商 是绝对屏蔽人才进入 嗯 对吧 嗯 像我们当我们知道消息的时候 可能都是第 都是都是三级 嗯 可是我没想清楚 一问 那被赢了不能要 哈哈哈 那只能一点 一级 一级 我就得找他 戴比对 戴比对是二级 嗯 嗯 是吧 我找他 他是一级 我找他 我就得找他 那我不跟姜大哥同体 那我是姜大哥介绍来的 我干的越猛 姜大哥毛手术都没有 他能报信吗 嗯 这个不公平 对 明白了吧 嗯 所以十个月以后啊 他到了2014年的年底 他宁领会被达到十个亿的时候 嗯 发生了一些巨大的事儿 市场上叫江苏卫视 买到了假的这个 这个消息这边 哦 在电视台曝光了 叫有伪禁成品 伪禁成品 伪禁成品 啊他就蒙掉了 这怎么回事儿一查 原来是他自己的营销团队卖出来 哇 因为他那个时候 整个微商的团队 已经达到上千万人 哇 他的实体的一级代理商 大的一级代理商下面 都有几百万人 哇 小的也有几十万人 各位 二级代理商下面 都有几万人 几十万人 那些代理商 你看哈 从他的拿货 一级代理商拿货 就是六十块钱 到了二级就见到八十 到了三级就是一百 三级网外卖就一百五名售 没办法 大概是这个价格差价 嗯 但大家挣着都是什么 差价钱嘛 对 可是问题出来了 嗯 他总有人啊 他有一天的觉醒 他怎么觉醒 这我非得去卖秋二岁面包 这 我的团队是我的呀 有没有发现 对 哎 他们都自己跑到 广州面包村 忽然发现同样的面包 他们几乎 六十块钱 八十块一盒 发现到广州面包村 五块钱 但是这不是翘十岁嘛 这个难不倒中国人 哈哈哈 中国人的特点就是 一定会做出来一个 跟你翘十岁 跟我一样的非翘十岁 哈哈哈 对吧 如果你找不到这样的印刷地方 你找我 嗯 啊 全国人民十一片 啊 总建设在铸马链 哈哈哈 铸马链是总销链 人家画着 把这些这些磕烙的哈 他讲这个概念是什么 他们就就开始 整个团队就开始不卖他的货了 但是卖的还是翘十岁 所以他开始思考 他发现 第一个 假货是控制的 因为所有人拿货全都是从 一级 二级从一级 三级从二级 消费者用三级楼里 不这么拿货 了解吗 啊 他控制不了 都不是从他 他只能控制的十多个 一级在里面而已 他上千万人 谁知道谁卖的 第二个 无法控制的是 价格提起 因为一级二级三级 他们因为就差价了 所以每个人零售卖 可是他价格都不一样 嗯 对吧 那是六十块钱一盒钱的 他就可以卖 六十 那我从星铃大哥那买了 买六十 就买六十 然后我跟他就关系不好了 就是 生意做着做着 反而让关系都破绵 对 这个价格混乱的情况 第三一点 我今天卖你敲十岁 我顺便卖点敲八岁 我顺便卖点辣椒面 我顺便卖点辣椒面 我顺便我这个团队 再卖点护杀 反正整个一个团队 有啥都卖 对 整个的品牌 构价 全部都乱掉 对吧 对 而你是做什么 你是卖什么 我是卖艾马仕的 牛不牛 有 艾马仕太贵了 那我们也卖那个 您公共的国内自带吧 那您觉得 您这爱马仕商店 还有人觉得有品味吗 没有 不就没人觉得有品味 这个意思 所以他发现 痛定此弄 他在2014年的年初 走过一场 到2014年的年末 12月份 他高调宣布 退出为伤 这辈子 我说这辈子 我不会再碰这一声 所以后来 谁跟我讲的一声 为什么我看都不看一遍 我就跟他们讲一句话 你爷爷都不干了 你孙子还在那儿 你想一件事 我说了 看事儿 看项目 对 对 人家一个祖师爷 开创者 他都不玩这个了 哎 他还玩呢 对 这样两天都懂吗 你啥原因 我都不用跟你讲 您就看这人就好了 如果他是祖师爷 他是非常地发明者 他是非常地创始人 但要是好的话 他怎么可能不玩啊 对 是不是 对 好了 可能是不是有意思 在今年的六月份 他出来了 这位世界第一届 微商社交电商 移动电商 国际大会 他作为联系会主席 出来发言 说我吴冰又回来了 吴冰就那边 回来了 他怎么又回来了 我就看他那个报告 因为他通过思考 他发现 他放弃的是微商 他现在回来 选择的是社交电商 选择的是 选择的是 那我想问问 今天大上海的伙伴们 微商社交电商 电商这几个词 能不能明白吧 不 那咱就一起成功 好 好 好 谢谢你们一下 好 我们说到五点半结束 我这已经拖了十分钟了 我再答应大家十分钟好不好 没关系 换你换你换你 换你换你 我不能讲六情少 你放心 因为后边这段 我觉得蛮重要的 我们讲电商很简单 就是我挂住一个平台上 比如淘宝 就是天猫 然后我自己开我自己的店 这个电商 对吗 那现在你电商法 是不是已经执行了 对 电商法执行 就是你不管是在微信上 还是微博上 还是电商平台上开店 你不管在哪 因为只要在朋友圈里 卖一样东西 你都得有营业执照 对 因为这个跑岁跑得太厉害了 对 所以这就是我们电商法 你慢慢的了解 咱们了解模式 好像不研究法律的事 电商就是这样子的 您在某一个平台上 然后租个店面 自己卖点东西 叫电商 这个简单吧 是有自己的电 是吧 而微商什么呢 微商那个厂家 商家是没有电的 就是我是生产面膜 我只负责生产 我把产品交给谁 交给一级代理商 一级代理商呢 交给谁 二级代理商 二级代理商 大家就靠朋友圈 互相传递 分享交流 了解了吗 商家负负责生产 科研 就别的都不负责 这就是微商 但你会发现 那个社交电商 又是什么 又是什么物种 是有新的物种 社交电商物种 是这样子的 因为人们终于发现了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微商 微商虽然它存在着特别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我们说价格混乱 团队平移 然后呢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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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产品产品 是吗 但是微商有天然的因素就是 引流成本态力 就是可以让瞬间大家都能够把朋友圈 联动起来 然后只要只要有一定的 连接关系 比如比较好的制度 或者好的产品 这个已经流不像那个电商一样 电商是在 在电商 在线上整个店面 没人能看上你 微商是你在朋友圈一发 大家都能知道 那把电商在朋友圈发 我就明白了 你的电商在朋友圈发 就是你自己的电 别人没有理由帮你转发 我这样讲没办法 微商不一样 因为转发的人 相当于自己也干 他有好处啊 所以只要干的人 都可以跟着转发 所以这只是微商的优势 就是他在几个产品乱象 价格乱象 然后假货 他没法解决 但是 这个叫什么 叫做这个 这个电流成本很低 速度变得开 电商也有它的好处 就是所有人买货都是从我店 不是从别人手 嗯 产品我可以控制 真过 价格我可以努力 对吧 对 所以 就有人发现了这个优势 然后就干了一件事 我用电商的方式销售产品 但是我用微商的方式宣传产品 哦 比如说 看一眼 比如说这个样子 下一个 创业新风口 现在就叫做社交电商 我们说下一个比如说拼多多 标准的社交电商 拼多你发现没有自己没有电商平台 有没有 有电商平台吧 你们没想过拼多多吗 有 应该帮别人砍国架的 有 我砍国架的 我看到谁 前两天告诉我 微东大哥帮我砍个价 我说怎么着 四百多块钱的批奖 砍完之后一块钱 我就帮他砍 诶 不是那是这样的 是真的懂得这样的 所以他这个商业模式是这样的 什么概念 就是拼多多 拼多多是这样子 就是我呢 推出一款商品 那这款商品可能一百块钱 但是如果你们谁能够拼到三十人一起来买 就变成六十块钱 明白吗 发现没有 是不是有人就愿意赚那便宜 对 这次就在朋友圈里帮着拼得多宣传 对 如果平时只是自己买 他没理由帮宣传 对 他自己有理由宣传了 哎呀我现在已经有两个人了 还是二十八个 谁愿意买这个啊 圈半单的朋友圈啊 如果咱凑出三十个 就每个人能省 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他就链接到焦大哥那 焦大哥那 焦大哥一看我也想买 焦大哥又开始发给你 焦大哥的朋友圈也知道这事 是不是拼多多 只是把消息往平台上一公布 全世界的人都跟着拼 没办法 所以 所以 而人进货从哪进呢 是不是进货不是从谁手里进 从谁从哪进 从拼多多的平台上进货 对 货源有没有保障 有 真假能不能判断 价格能不能稳定 是不是解决了微商的问题 对 同时呢 拼多多又不用去宣传让别人来 是看到了消息的人自动宣传 对 所以解决了引流的事 对 对 因此社交电商 说得直白点 他的定义就是 用社交的访评 借助社交软件 进行转发呀 链接呀 评论呢 点赞呢 然后 完成了一种电商行为 被称为社交电商 好 大概这个意思就明白了 好不好 诶 这种状况呢 让拼多多短短两年三年的时间 永远都已经达到了淘宝一半 哇 作为很厉害呀 对 中国三亿大妈们 把拼多多正式推到了美国政权交易所上市了 哈哈哈 拼多多上面有三亿 就是基本都是中国三亿大妈 没事就砍 左一刀右一刀 哈哈哈 刀刀练习 而拼多多上面很多的商品 为什么这么便宜呀 因为商家比如投入一百个箱子 是来做广告的 嗯 对吧 他做广告平时你说做广告 你一个箱子成本才一百 一百个箱子一万百元 一万百元 但他以这样的方式来提 哇 你妈呀 这瞬间 这朋友圈里一互动 过二人就知道了 明白吗 诶 所以他的东西就比较 比较便宜嘛 啊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大咖们 什么红山资本啊 这个风头啊 天使投资啊 马云啊 包括京东 你看上面京东砍价 您都已经看到 开始出现这样的字样了 对 都开始模仿啊 拼多多 好 然后更多的 会仅仅是指拼多多 你说一千到一万 拼多多其实就相当于传购一样 对 有没有 对 但是这个还是属于比较 比较 比较这个直白的做生意 但是更不一样的 社交电商出现了 这个社交电商是什么呢 就是有自己的电商平台 但同时 不是你买东西 拼得多少人来便宜 不是这样的方式 而是您可以买 到一定的数量 可以给你反点 同时 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寻找很多人 变成你的 代理商 各位 了解吗 这就是社交电商的另外一种变形 两种变形 一种变形是找一些人团购 类似于拼多多 现在淘宝啊 什么淘宝 淘宝京东去划算 都是这么干 都是有点像拼多多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 我啊 用微商的三级分销制 明白了吗 嫁接到 这个电商平台 然后呢 社交电商的形式 他讲了这么多 这样的形式 各位 这种社交电商 叫社交电商这个词 您好好记住 因为从现在来 对吧 电商的时代已经走向后路了 微商 显然 大家已经 已经如过剧老鼠 人人喊打 过去我说了 一听说 谁做微商呢 高大上门 现在一听说 你干什么呢 干微商呢 我们姓哥 卖茶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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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这种感觉啊 当然代购啊 什么之类的 这些都是属于一级 很小 直接开了个微商小店一下 但是我们讲到的社交电商 是从去年开始 至于到未来三五年 最佳的一个车 因为 你发现没有 啊 他 这个 您流成本极低 您可以 零成本 或者更低的代价 介入这场 啊 偷贴身边 是吧 是 前提是 您能遇到一个好的平台 您能遇到一个好的产品 对 您能遇到一个有诚信的企业 对 您能遇到一个让您能够啊 有无限可能性的制度 对 这几样如果您能遇到了 它同时就以社交电商的形式出现 请您好好的观看 对 这也许就是未来几年 您可以真正让自己沿着这波社交电商 让自己轻松翻身的创业模式 好 好了 那 再去年四月份 我们来参加安利公司的一个 呃 这个会议的时候 啊 安利公司 战略 战略 这个 操发部 就来提出来 安利在 这个 这一波风口的时候 是 最早 介入到 社交电商 这个 这个 这个风口当中的 500强企业 到世界500强 有三家 在做社交电商 一家是隔离空调 隔离空调 大家知道哈 一家叫华北制药 啊 但是隔离空调 华北制药 很制约的 致命的东西都是产品单一 而隔离空调那个产品说出来 人在上海也说空调 该买的都买的 该换的还没换的 对吧 就市场 就太 小了 太窄了 而那个华北制药 它卖是眼前的 它的意思就是 未来人 人人眼睛都得下来 哈哈哈哈 看谁一嘛 对 但是单一产品 就让你更市场 特别的这个叫购买品次太低 是吧 对 而另外一个世界500强企业 杀入到社交电商的 就是 很多朋友说 那是不是未来越来越多的 大型的企业都进来 不可能 我告诉你 我今天必须要给你理清 安利这场社交电商的平台 是您能够抓到的 社交电商的最牛逼 为什么要跟你讲 可不可乐的高管 他们曾经讲过这句话 他说如果我可不可乐 能杀入到社交电商里 我们可以保证 一天的营业有比以前 能销售多一个亿 一天就有一个亿 小数嘛 不小 一年三百多亿也非常 如果你看可不可乐 现在喝的人都是喝吧 如果他走入社交电商 设成一套完整的制度 不但能喝 还能自己卖 不但能卖 还能找分销商 跟他有关 你说这模式要是一挂上 你一看是可不可乐 谁不去代理 没错吧 不喝的人 就为了说着 晚上都在喝 可是他为什么不能做 他只能看他做不了 这社交电商是趋势 就是国家特别推崇的 为什么可不可乐做不了 为什么爱法师做不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库奇做不了 为什么史莱尔做不了 啊 为什么 奈奇做不了 阿迪达斯 为什么 为什么 你这就对了嘛 哈哈 哈哈 年龄就是 所有这些大品牌 多年累积起来的经营网络 不能被社交电商给冲垮 对啊 我举个例子 可不可乐 他在上海 你知道经营晚点上饭 对 没错吧 对 上饭都是少的吧 所有小卖店全卖的 对 是不是 各个区代理 市代理省代理 是不是整个网络 经过几十年 在国内 遍布到山山村城里 我到西藏 到这个珠峰大本营 五千多米珠峰大本营 帐篷里边摆着唯一的饮料 磕磕磕磕磕 是不是这概念 你当时要贵 他说一百只米米一盒 黄瓜 我们当珠峰到七千米的时候 这么粗的黄瓜 这么粗 这么粗 一根黄瓜一百美金 哦 一根黄瓜一百美金 要扶你自己的 哈哈 哈哈 一百美金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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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讲这个概念是 这个概念 这些网点 如果你都做社交链商了 谁还当那网点去买 那代理商 我跟你代理了这么多年 整个上海一万个网点 都是我扑出来的 你现在一做社交链商了 老子没碼子做了 不得晚上拿砖头砸你家抢啊 明白吗 社交链商就像圣烟 我来告诉你 没有天然社交链商 是一个基因的企业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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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多牛啊 这个你明白了吧 所以你像隔壁空调 他生产的东西 他来做 他是专门为他生产的地方 然后那个什么 他做的不远天 他是不在上海外 专门走这种社交链商路线 但是他又遇到的最制约的东西 三级文章 三级文章 到了齐文韬大哥第四集 这个大人才就没了 你就进不来了 是吧 安利 这场社交链商的盛宴 我说全世界现在社交链商 现在能够对接非常添衣无缝的 是有的 哇 原因就在这儿 因为我们在线下 原本没有线上这个社交链商平台的时候 我们在线下玩的就是 社交 只不过社交 电商我们是那个店 商店的店 明白了吧 现在我们开创了自己的线上的社交链商平台 叫做Vgo 对 我们开始把社交链商 变成了社交 链商 但是同时又保留了线下的 社交链商 我们是线下的社交链商 加了线上的社交链商 你给明白 这没做这个店之前 我们是那个店 对 对吧 对 而那个店呢 是国家保护的 允许的 我们的制度是无线发展的 这是太牛逼了 对 当我们对接到线上社交链商的时候 安利做了一个最牛的事 把线下的制度避开三级门销 完美对接线上社交链商 对 他可以第五级 第六级 第八级 那你去 你们可以 他们可以 因为我们是拿到国家直销台照的 对 可以线上线下都开疆剔土的 受法力保护的这个 这个直销品牌 是吗 那很多人说 那难道那些社交链商拿不到 拿不到 他们拿不到的直销 直销品牌 现在有些人是 有一些社交链商平台 也有是 卖了一百多 一千多产 一万多产品 什么 什么 什么云 什么 什么样子 他们也是要链商 但是很可惜 他拿不到的直销台 对 为什么拿不到 在直销法里有一个明确规定 今天我给你讲这些东西 就是希望你能够判断力 对 为什么呢 直销法明确规定 所有要拿直销台照的企业 硬性规定 那就是你只能销售自己公司生产 假的 假的 好 谢谢 谢谢 如果你是带来 你说我 我在线上开了一个商店 我又卖耐克 又卖苹果手机 又买三星电器 可不可以 可以 你要自己开店可不可以 可以 如果你想以 在线上以这样的方式走 对不起 你是传销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销售自己公司的人 你只能按照三积分交叉 但是严定死守地给你困住自己 为什么那几个什么举业什么之类的 在去年前年全部打击冲被网开枪 原因就在于他们想触控政府底线 你听一下看 反正说现在政府那个管咱就弄一下 如果你是这种驾驶官咱就不说啥 那咱就不说啥了 因为这种驾驶官咱真别啥说了 现在你把老骄杀了 他兜里好几百万你啥就啥 怎么样这抓不着你 今天没抓到明天 是吧 早晚的事 我在里面这想法标语 我们讲这个概念 各位现在脑子没清楚点 就是社交电商能够对心 然后能够不断的以直销的制度 来做社交电商的企业 各位现在案例是 真正排赛守卫的 而那些以这个直销的方式来推动 却卖了很多非自己公司生产的产品的 他只能做三级的交 超过三级你就得拿直销制度 你也想拿直销制度 对不起 现场产品全部换掉 换成你自己生产 这是首要条件 你只有自己生产才有可能去申请直销拍照 听得懂吗 听懂啊 各位 你们觉得安利现在牛的不得了 对 对 那安利我们说有些产品 有些产品那如果安利要能拓展出更多的 安利一般的产品线 那是更好吗 对 这不也有这种想法 对 在今年 安利巨牛逼的举动 我们安利的VGO将会跟海外GO并行 从今天开始 海外GO将会并到VGO里 然后我们购过海外GO的渠道 我们就可以慢慢购全球 为什么 因为在国外拿直销牌照 就没有这一说 就没有说你直销公司必须卖自己的产品 所以你看我们在泰国 我们卖泰国大米 是吧 我们在韩国的产品 为什么中国不能买 对 因为 南肯啊 南肯啊 什么大白菜啊 大酱啊 各位这样明白了吗 就是这些国家人家没有说 直销公司不允许卖 自己公司一般成立的 就中国政府就这样 你中国政府制度做不就这么好 哈哈哈 哎呀 对啊 我们在中国的VGO 我们就做公司自己商场的产品完了 对 然后今年开始并 并并并并我们的海外GO 嗯 海外GO的可能性 太大了 嗯 所以各位现在搞不清楚 我们的色调电商 阿迪摄影电商到底在留在哪里 对 所以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概念 啊 今年就要并并了哈 记住了 这一定会 对未来海外的无限量海量产品 哇哦 就可以了 嗯 我们跟海关已经大好 大好的关系 就是我们所有的每款产品 完碎上碎这个启 绝对没 哇哦 你在这方面你放心就好 咱绝对不是还有扛几个包 总海关还偷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是吧 对啊 啊那些那些干干干是不是干那个什么代购的现在 实际上这个这个这个电商把一出台全完蛋了 对 而我们没有在做没有做代购之前 我们做海外GO的时候 我们就完全跟海关百分之百抽税上碎的 对对 就安丽这个企业的第一个会成为一个旗帜在社交电脚时代 对对 在社交电脚时代 对对对 明白了没 明白 你真明白了吧 对啊 什么叫社交电商 什么叫微商 什么叫职业 在在我们的电商 你也大体知道了 对 而我们的我们的社交电商 跟我们安丽的微购 他们一起来打开 他们的方法 安丽的模式现在就是两种 啊叫做安丽的新的生态 叫社交电商家社群 体验 社交电商家社群 体验 社交电商是什么 刚才我讲过了 社群体验是什么 这是安丽的 永远让马云们羡慕无人的东西 哦 他要花几十亿几百亿 去收购大人发呀 就收购 出设无人店铺啊 建线下一个一个的体验店 嗯 我们 六十年 他们一直干的求者 对吧 对 从白山北水到星赵高原 从黄土高博到这个 清沙上里 是吧 从铁路远毛到你街头巷尾 是吧 对 到处活跃着我们的安丽营照伙伴 以及我们各种家庭聚会体验馆 对 东老师 没错吧 对 哇塞 这是我们的社群体验的 这是最牛 因为现在是体验为王的时代 对 我们线下又有体验 线上又有购物的便利 对 然后呢 在线上 你又可以跟朋友讲 是吧 哎 我们有一个新的模式 什么模式 什么模式 到底模式怎么呈现的来 打开下一页 好 我们现在新身份哈 我们现在新身份 安丽的新身份 什么叫做数字创客 让我们新的爱入口 叫做 那新的我们的 新的 新安丽的入口叫微博电商 把这个短情好了 来 打开看我们微博电商 一样一个页面 呃 这个灯光确实太亮了 看不太清楚 大概您自己看一下 这个可以不要 啊 大概您的信息 好 在您的微信 朋友 微信 微信 在您的微信里面搜索 安丽的云购 啊 我们就可以有这个页面 然后你就随便关注 这就是我们的 啊 这个安丽云购的微信公众账号 您关注之后在微信公众账号 啊 看到没有 关注云购了 下面的话你们分类一点 对吧 然后呢 这里边在下面有个常客会 这个就是安丽达 这就是我们的社交电商 哦 这就是社交电商 很好找 打开了就有社交电商 那这个社交电商平台呢 我们暂推广就可以 随时随机打开 说你哎 对社交电商打开 啊 感兴趣啊 啊 那感兴趣的话 你了不了解 就前面我们一般都跟别人聊个十八二分钟 这些概念 明白吗 聊完了之后呢 我就给他打开 看看我们一个真正的社交电商的平台 我就把微信公众打开 来 然后 然后你点击上微信公众出来的页面 就是这样的页面 就是这样的页面 就是白花花 然后呢 这个线号好 线号不好就白花花 好了 那我们这里边呢 就是首先在云购上面就是打开云购 都是一些产品的 类别 哦 类别 当然这是我们说你打开云购的你体验 但是你就可以啦 你可以去去去去去去去这个 天嘉购物抽啊 选东西 就是我跟朋友介绍我就说 来 首先 您看看这些产品 有没有 您觉得动心 对 用着看 第二 您觉得这个产品 有没有您觉得可以成为商机的产品 对 您做不做 嗯 这的时候我跟你讲微狗就特别在家 我讲微狗特别在家 嗯 就天天打开来给您看 来 这些产品有没有动心呢 嗯 说这就问这什么东西 我说这个面膜 面膜没有别的 你就记住一句话 能够把九大仙草放在这面膜里的 全世界最牛逼的面膜就是它了 嗯 啊 我们面膜 我们面膜的科学家发明 这个面膜的科学家就说这么一句话 每天用一张 一年以后我让你换一张脸 哇哦 一年一张一年以后等于微整形 哈哈 哇 我一部伙伴现在用了四个月了啊 他刚开始用的时候脸就是能贴的这个服帖 嗯 现在完全贴下来就是 没有能处起皱了 为什么 脸背啊 对 用女孩子吃饭 哈哈 哈哈 用了四个月现在 哈哈哈哈 哈哈 一千十个人 就能变成这样 对 关键这只是只是说脸型 收紧 然后那个 什么保湿度啊 明亮度啊 对吧 皱纹去皱啊 舒缓啊 太牛肉深度保湿啊 可能 我说您要愿意 也让你天天包里 咱们包 你随时打包包 我全带 我在两个月 上个月我去他印度去 去柴球 在印度待了 待了 二个月 每天晚上回到我的房间里面 柴球团配的一个广东的一个小伙伴 我每天晚上洗完澡 我一把脸还贴影 我跟他演唱 哈哈哈哈 德米伊托托 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我就冷凉一停又又看 到了第二天再买 无转用 看我坐着买无转用 最后转一转用 这个这个我买你的信息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 昨晚做的真舒服 今晚还想做 哈哈哈哈 买啥呀 等等 哎 德米伊托托 好那送你去了 哈哈哈哈 各位在在在在印度那天 那个路上就帮他去下载这个东西 他的字 你就下载开始买呀怎么样 好简单 是不是这样 对 所以我讲就这么简单 说你看看我的微光 这些产品有没有让你觉得有用 我们就用去剪一下 嗯 这是第一句话 我们就帮他看看 然后我看到这个蒸鸡蛋白 这个牛逼到 然后我今天那个什么徐晴姐说 啊 这个大哥好像又又收身了一点 因为我是蒸鸡蛋白的受益者 我比较喜欢健身骨铁 但是我告诉你 鸡肉是吃出来的 对 对 您都知道吧 我健身的时候知道 您健身完了 你每天早上 你再整个十几只鸡蛋 中午可能弄块牛排 晚上弄块鱼肉 对吧 每天就是 食物固定的特别的 特别的 要带衣 你必须要带衣 要坚守 到底酥铁之后的整个鸡肉撕裂之后 再赶紧吃那个吃那个动物蛋白 鸡蛋白 然后让自己鸡肉能够去 展开对吧 对 你像一天吃身体鸡蛋 一大块牛排 一坨鸡肉 或者一坨鱼的话 人家成本都不一样 没有一天 哪天会得180块钱 对 这都是便宜的 对 是吧 长点鸡肉容易吗 得吃啊 可是现在不用了 您只需要弄完腿 运动完洗个澡出来 两勺 我们 我们找了一些伙伴一起 一起训练 一起实验 一个月 听好了 一个月 正常你该运动运动 该肯拿去 是每天运动完了 多了两勺增鸡蛋白 一个以后 男士的肌肉 肌肉增长量可以 比一个月以前 多了7%平均 哦 70%是多少 10个月就70%了 那不能那么多 就那句话 就是10多天 半个月的时间 您看着你胸肌就开始 这叫科技 这叫高科技 您知道 只要是安利生产的 叫安利出品 必须精品 对 讲的那是不是激素 别人家的东西蛋白 有没有激素 那不好说 咱不好说 安利敢有这样 找死 对 安利会为了一款产品 打碎他60年的光规形象 你以为安利是水电港 是不是这样子 对 对 所以这个 创新大男人太棒了 真是 我就想说 今天上海的爷们们 想长点肌肉 可以去做 我好几个女的跟你去做 女的也是啊 你看现在是一月份吧 再有两月 您是不是该穿 对吧 您不能穿那些东西 你说冬天还行 您出门之前使劲 晚上回到家 你说夜起开的时候 你夏天咋什么 你夏天要想穿点这样的衣服 您不希望有点 哎 是马甲线 是不是 马甲线 对吧 现在开始每天做奖获就做 每天就做 然后 露露铁 两月以后 要是人人都有 吗 我老婆天天露铁 然后呢之前的这个 她就特别爱吃 露完铁的目的就是多吃点 所以肌肉一直被你们出来 就这两月 那个健身教练她的教练都说 哇塞 你再吃两月比我肌肉还满 哈哈哈哈 哎 很好看 哈哈哈哈 您告诉我 就这一款产品 您不得有上千亿市产品 对 对 对 你该吃十个一单 哈哈 两条 两勺 几个钱 二三十块钱 你要只管吃食物的话 再上百 对 又便宜 对 又有效 对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 能说服想长肌肉的人 吃这 而不吃鸡蛋 对 对吧 对 你吃完鸡蛋呢 吃几个黄给的 多浪费 阿弥陀佛 哈哈哈哈 这是我们的增肌 其他的成果 对吧 对 啊我有个朋友说 行了 我就等了一月份了 我说什么事 两个月份你们卖油 嗯 甘蓝油 甘蓝油就上市了吧 对 大家都知道过年了 大家都买点油吧 对 哇这个甘蓝油 采取的时间真好 在过底 咱们的地东海出战 甘蓝油 嗯 不敢说世界第一 但是真没谁能排得在前 哇 我们现在正在跟公司上有价格的事 而公司只说了一个话 价格 我们不能跟您说是多少钱 但只能跟您说 绝对让你跟市面上的甘蓝油比起来 极具竞争力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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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上这个甘蓝油 目前能看最好的 就是欧莱威尔 是吧 欧莱威尔 是吧 欧莱威尔 就是甘蓝油 未来 中央电视台现在已经爆了 豆油 什么菜籽油 这些都都不好了 对 对 就是亚麻糬油 和甘蓝油是最好的 对 现在建议吃养葱专家越来越说的油 人们现在吃油不像部剧了 嗯 吃的又多 其实一个月一瓶就够了 对 一个月一瓶 你说就花个百十块钱 谁买不起 对 对 就这油 您大上海您在low 对 就这油一出来 甘蓝油现在在中国 它属于基本的购买市场 对 您要能够证明 这不是上千亿的市场表面 对 您这一个平台 一个微博平台 就几款产品 就这几款产品 我告诉你 至少几千亿的市场 可以等对您去评论 对 对 好 而您家房子只有95 嗯 而您所有产品 不需要在家里被一瓶 对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放在哪呢 所有产品全放在京东层 嗯 我们的微购 是有三家完成的 一个是安利 来构建所有的系统 一个是京东负责所有的资料 嗯 一个是 好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提供所有的平台保障 嗯 特别这三家合伙干在外边 你还琢磨啥呢 对 嗯 嗯 嗯 哈哈哈哈 我们一个月 二月开始 每月一款新产品 哇 就每一款产品背后 都是上千亿 哇 哇 你想安利都在几千种产品上 精选出那一款 再往一月上升 对 对 我们的微购 啊 他的前景 您今天真能够把这坑先占上 我不想占上 哈哈哈 等会儿回家在那辆大车里 那你打 两天不打就省个家住钱 嗯 哈哈哈 行吗 也 他省得多你等会儿 你跟着老四来自后面跑 哈哈哈 老四十公里 你能省一千 哈哈哈 这话咱都不需要讲 玩笑回玩笑 但是 说是这样的 我就我就相信大上海的所有 您都是特别有 眼睛 分眼睛 嗯 那马下走啊 这一页纸呢 送给各位 你自己看 就是说 我拿我们的微购 跟传统微商 说 不管谁都是从上面买货 都是 或者说我们 一样价格对不对 对 然后传统微商的价格是什么 我们的物流 京东 所有的商品 今天哪怕你定格面所 今天你在我们这边购上买 买任何一款产品 听好了 明天早上十点钟之前 一定送到你家 对 二十四个月之内 送到你的门里 所以京东 来来做 而传统微商 如果自己打包 自己送货 自己找快递 对 一切自己飞进 所以我们什么都不需要 你去准备 家门 我们没有门槛 而传统的微商 它会有很高能力 它品牌呢 国际领先 微商和VNV 它是属于两有不齐的 支持呢 我说全力支持 无力支持 这怎么改变 我们的云构啊 我们的云构啊 各位你知道 为了让大家能够去学习怎么去发朋友圈啊 学习怎么去做营销啊 我们都会相应的课程教你 对 对吧 我们指导的都是中国在微营销领域里面 赫赫有名的一些人 教大家怎么去做 你只需要在手里下载一个叫做我们这个波库 就完了 波库里面相应的所有的课程全给你准备好 对 不会营销都会吗 全呀 用碎片花时间 每天看一段录音录像的 是吧 对 就学会了这种知识 然后您要发的所有的文案 安利物丝全部都给你 用背后的我们的营销团队帮你做好文案 如果您今天讲不会讲 我们这前期的老朋友送出来的 他是您的 永远是您的背后的大叔 对 帮衬您 是不是 对 好了发展 刚才我讲的 这是我们的安利利物业最牛逼的地方 因为我们是什么发展 我们现在是什么发展 而其他家呢 三家 三家 所以优势 零不明显 零不明显 下一家 好了 那谈到这儿咱总得谈谈收入吧 微商的收入就是 一种叫差价 然后我们收入四种 第一个叫秒结 秒结是什么 现在秒结8到11% 现在今天是个增加的10% 对秒结可以达到18%到20% 哇 哇 就是你 你今天 比如说 这个这个 但里根大哥要买面膜 我就把我的那个微购链接发给他就行了 对 自己下单自己买 我又家里不用存货 我什么都不用管 对 他买完了之后 钱一付的那一刻 是不是 佣金就进到我的账户里了 对 叫秒结 现在我们是可以达到20% 秒进奖金 嗯 都可以了 然后呢 秒进这在传统的微商里基本的结束了怎么样 可是我们还有 到月末 根据你全业营业额 再给二次分配 3%到20% 好吧 啊 这就结束了吧 结束没结束 到年底 那么根据你全年的一些你的发展的经销商的状况 构价 啊再给你一些年底的一个小红包 啊2万到6万四不等 啊 这是你过年的一个小红包 那最后呢 我们还有年度的分配 嗯 啊根据你的营业额状况 你可以拿到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营业额的分配 这个奖金太分配了 来点啥了啊 啊 啊 你跟焦大哥他们上个月都拿了多少 我不知道啊 反正不是 你看又是被买房子了 啊 啊 啊 所以这些奖金 您只要是 您只要是能够 啊 这个 在这里面去推广啊 这些都是属于 啊 啊 如果你还搞不清楚 我们这里不做详细介绍 您问带你来的人 好不好 啊 下一页 啊 啊 那该怎么做这个试验呢 我想分四步啊 就是你把它稳稳的进行 第一步啊 叫学习扫盲 我们拿出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 学习产品呢 学习经营啊 啊 你越专业想会越细 那第二个呢 我们说拓展顾客 当你能够学习了怎么去 怎么去做朋友圈 啊 社交链上嘛 我们是不是要学习推广啊 嗯 怎么经营你的东西川 怎么经营你的IP 然后怎么去这个写故事 写文案 然后怎么去吸引社群 我们都会教你的 对 当你这些东西全会了 您就开始怎么样 去寻找一下顾客 可能没有顾客的生意 不叫生意 没有持续的消费不能做到 所以这是我们第二步 到第三步 您想想看 您天天拿着这个给别人展示 有没有在人群当中有看懂的人 有 都不需要你去 跟人家讲太多嘛 展示给别人 毕竟说了 哇什么也不需要 就可以把握住 设斗列章这场 风口 为什么不试一试呀 那就是 可以寻找一些事业伙伴 那那些东西全有了 然后把他们能够 带到现象现象 扎给学习 因为人与人的真诚信 是一切的基实 而现象又是我们的想象 对 对吧 所以你发现没有 一切都被你准备了 而所有其他的设斗列章 什么都在从头开 对 你一切都没有 对吗 对 而我们这个一切都 准备好了 而且准备的不是一年两年 圣经就是你 再把我也好 最后 最后花个几分钟 看看我的展示 好了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看看 这是我 你开始不认识 我在做面膜 所以你不太认识 这个是我的18年的美画师 好 好 然后我跟他18年了 但我就没做案例之前 我就找他剪剪头 他很厉害的 你看那些什么 什么大连搞的所有的这些活动 那些服装节啊等等 什么朱尊啊 什么苏子冰啊 什么这些人去心啊等等 什么张子怡 那么去到大连做头 都是他来做的 哦 我一直跟他讲 他我做案例 他看着我从零开始 一直把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每次去都说 哎那你 你也来那麽呗 哎不行 不行 滑滑滑 有时间 弄不了 然后每次自己开始 哎呀累啊 快50了 手也弄不了了 手腕这两天脚头都整不动了 就这样讲 可是你又跟他讲 那你就到这来 我们就给你保障啊 他又说不行 我说这点像今天93号上线 我们才是台上线 9月3号上线了 然后我那天去脚头 我就跟他讲 我今天做个面膜 一边脚头一边做面膜 面膜做上来之后 然后我说能不能借你音箱什么 在这干嘛 我说我有一段学习没学 我想借你音箱啊 一边脚头一边学 还没学 我用来牙就接到了他的音箱里 我就播放了9月3号晚上 安利大中华副总裁 刘明雄讲的 安利转型社交电商的那一小时的演讲 我一边学他就一边脚 脚到一块就问我 这老哥讲的是安利吗 发电话了 能听懂吗 说是安利 对不起 安利变了 我说变了 继续讲 然后过了一会儿 我脚完头 他就说 能不能把刚才他讲的那段 转给我听听 然后我就把我们刘总讲的那段视频 我就链接转给他 我就在旁边喝着茶水 喝着瓜子 就看出来就看 看了一半我说你看吧 我走了啊 我就走 我就sized publications 我走了 继续联系 走了一个月 走了一个礼拜 走走走走走走 我再走了一小时 你给一个么卡 我就变了 我给你拘换这个电话 在或讀 说再 打我电话了 干嘛 这个案例我能不能弄一下 我说你没有时间 你没有条件 你口才不行 你干不了 那都是他说 以前那个案例 我干不了 现在这个怎么干 我现在怎么干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 也有没有客人的时候 闲着也是闲着 我就打开手机 学习学习 我平时天天发朋友圈 但发现没有用 我现在学习学习 就发一发 跟创业有关 是吧 你们还教我怎么发 发朋友圈咱都教你 社群经营经营 有客人来的时候就搅头 没客人来的时候我就没够 你把资料给我发一些 你看多简单 我就点开我们的播副 我就把所有的资料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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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给发给他 我都不需要做 发完了我就该干啥 过来一小时 我都看完了 你赶紧给我来一小 我都搅完头了 我去 快来来来来来来 我怎么 眼睛眼睛眼睛在学习怎么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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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就去了 去了之后呢 然后呢 就刚才就简单的聊了聊 把这些年的事 发的卡 一个月不许多 都干嘛 我说你还是外国 都不学 这个月让我们就到了印度 到印度去残修 我每天给他发个信息 留作业给他 今天要学这个 两天学完了 听完了给我写点 就反正他随便花时间 有的时候半夜12点了才学完 可能你说 小头的人才走呗 就这样 等我从印度回来 一下飞机直接到电话 赶紧到我店里来 我还得回家 半个月了 出来了 赶紧先到我店里 这样就这样 我就去了 到了店里 大概三个人正在 好啊 我就去去了 他说你来了 赶紧 哎你终于来了 我都跟他威了半天了 你赶紧给我够一下 他跟他们威了半天 让我够一下 我就坐下跟他聊 三个人有一个呢 就讲了几分钟有事 就走了 他说两个人 他聊了一遍 就要是 那两个人当机办 他搬家 就告诉我 我们怎么干 我们不许干 那是一个月 学习 嗯 就是两个人 然后也让他 我们开始在线上学的一个 学哪个都不需要我教的 我说把你上个月 我教你学的一东西 没 我说 老死了 再这样 我太简单了 哇 我说就这么简单 我们的学习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easy 你没有多难 甚至就是 你已经先学完了 好不好 好 来 新的案例 不是放弃于颠覆 而是传统于创新 我想这不需要讲太多 我们一直传承了 像今天前面几个老师 讲庄传过我们的文化 对吗 对 郭达大哥讲到我的文化 啊 徐晴晴讲到我的梦想 啊 讲到我们今天能够在这环境中实现的一种美好的人生 啊 这些理念从来没变 我们超团的这种理念 亲情合作 粉碎自私 爱的交流 啊 这些这些理念从来没变 各位 我们创新的是什么 公司不断地走出来这种 数字化 什么体验化 年轻化型的战队 对吗 让我们那个把持住 然后让自己做出正确的选择 什么剩下 你就干一件事 一直做 等待时间的回报 对 最后希望所有的伙伴们都一起念一件金主怕波 好 来 预备开始 选择一件对的事 一直做 等待时间的回报 风口既然来了 糟糕 我们 又既然是 想改变运运 要选择点什么 做点什么的人 那就请各位 把握住这些 这些风口 让您 真正的分布过后 站在人生的底部 好不好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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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